干嘛要含蓄,老婆你要慢慢习惯。 霍眠,老婆,你家亲戚是不是要来了? 呃,大姨妈确实这几天就要到了。 要不我一会就订机票回去吧。 秦楚真的是十万火急,不然等霍眠大姨妈一来,又要耽误一周,她估计要憋疯了。 哈,你别开玩笑了,要不要这么着急? 当然着急,一刻也不想等了。 虽然隔着电话,但是霍眠还是微微地红着脸。 秦楚不是那种欲望特别强的人,但是却对她食髓之味。 老婆,我明天就回去。 嗯,那我早点下班在家做好饭等你。 好,挂了电话,霍眠心里还甜蜜蜜的。 和秦楚之间的默契永远都是这么高,彼此就是最重要的存在,最大的牵挂。 虽然不知道那边到底处理得怎么样了,但是,霍眠相信秦楚会处理好一切。 以她家秦大人的聪明才智,一切难题都不再是难题。 魅狐叶总会霍思迁的哥们在这里定了豪华包房。 包房里男男女女三十多人,极其的嗨皮。 苏玉和魏辽他们也都在,很是热闹。 苏玉和霍思迁并坐,喝着酒,聊着天,你似乎对霍眠很好啊,霍兄。 苏玉的嘴角带着笑意,自家妹妹,总的照顾照顾。 霍思迁知道,苏玉说的是墨雪儿的事情。 她帮了霍眠,帮了GK,也就是间接地跟苏玉做了对。 不过好在苏玉并不在意,因为有霍眠在。 那今儿你过生日,你家妹妹怎么没来? 苏玉这话是带着讽刺的,毕竟知道霍思迁与霍眠关系并不怎么好。 或者直接说,霍眠并不待见这个哥哥罢了。 霍思迁听出了浓浓的嘲讽味道,却也只是笑笑。 我家小棉妹妹累了,和我们吃完晚餐,就准备要休息了,我出来之前刚给她送回客房休息。 她在你家? 苏玉有些惊讶。 嗯啊,小丫头下班就跟我回了家,陪我吃了晚餐,还给我发了微信红包。 说着,霍思迁颇为炫耀地拿出手机,给苏玉看了一眼。 然后不等苏玉说话,她又说道,虽说只有8.88,但是这么多年,据我所知,能坑到她钱的人还是很少的。 哈,确实,苏玉的回答,酸酸的。 为什么别人都那么幸运,有豁绵微信,为什么就她没有呢? 苏总最近怎么样?听说现在剪童妹子在新黄亭火呀。 不是我的菜。 苏玉拿起一杯洋酒,缓缓地喝了一小口。 难不成还惦记我家妹妹? 她可是结婚的人了。 霍思迁笑道,这个不用你提醒,我一直都知道。 结婚怎么了? 她就能保证和秦楚会天长地久吗? 我还真就不信那个喜了,我就等着,等着她和秦楚离婚的那一天。 呵呵,这个恐怕有些难度。 我就这辈子,就不怕有难度的事。 苏玉信心满满。 好吧,那我祝愿你,早日实现。 要不然,你帮我劝劝你那个妹子,早点登了秦楚算了,那家伙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千年寒冰的脸,没个笑模样,古板至极,跟老头子似的,多无趣啊。 苏玉跟小孩似的,在霍思迁面前一顿数落清楚的不是。 霍思迁也只是笑笑,我说话要是有用,那早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了。 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家那个妹妹有多任性。 两人说说笑笑,一晃到了深夜。 霍思迁对美女向来都是来者不惧,所以在圈内一直是风流的公子哥。 包房里不少家里都想跟霍思迁走,毕竟她长得不错,人又温柔,据说床上技术还是一流,所以大家也都不矜持起来。 正当这些女的争得火热的时候,包房门忽然推开。 哎哟,大明星来了。 包房里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只见墨雪儿一身金色小礼服,披散着大波浪的长发,优雅地走进来,然后直接坐在了霍思迁的身边。 刚录完新歌,不好意思,来晚了。 墨雪儿开口,没关系,来了就好。 霍思迁温和一笑,苏少也在。 墨雪儿看见苏玉,点点头主动打招呼。 早知道你不去美国,应该签约我们新黄的。 苏玉半开玩笑地看着墨雪儿。 苏少说笑了,星黄众星云集,哪里会容得下我这等小明星。 墨雪儿天资极高,所以即便是和苏玉这样的大人物对话,也是无所畏惧,这一点很让人欣赏。 魏辽和苏玉都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霍思迁又跟他们玩了一小会,看时间太晚,就带着墨雪儿一起出了媚湖。 众人各自散去。 思迁,今晚去我那里吧。 墨雪儿很少撒娇,今天也许是喝了不少酒,罕见地搂着霍思迁的脖子,黏着她。 今天不行,霍思迁果然拒绝。 为什么? 墨雪儿有些失望。 雪儿从来都不问为什么的。 霍思迁笑了笑坐在车里启动,然后开走。 我也许知道了,其实,那天从我第一次看见她,就知道了,她的眼睛跟我很相似。 不,比我的还要漂亮。 所以,你对我好,一直都是因为她,对不对? 雪儿,女人不要太聪明,会很累。 霍思迁没有正面回答,但是也算是间接默认了。 墨雪儿心里极为不舒服,但是没有表现,一路上,都没有说话,一直到了她家楼下。 墨雪儿还想试试地问着,真的不跟我上去吗? 不住也行,坐一坐总可以吧。 墨雪儿很直白,意思是,你不用在这里留宿过夜,坐完就走。 可是霍思迁依旧拒绝,上去吧,很晚了。 那好吧,路上小心,再见。 最后,墨雪儿不甘心地摆摆手,转身上楼。 霍思迁开着老头子新送的宾利扬长而去。 深夜十一点半豁眠,其实蛮润床的,住惯了皇家林院的家,出到南山古堡都会失眠。 因为不习惯,本以为到这里也会失眠,哪知道,屋子里的熏香味道太好闻。 她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这种味道是她这个从医的人都没闻到过的。 很奇怪的香味。 她也许不知道,熏香灯里放了独有的一种可以催眠的香料。 所以,霍眠睡得很沉。 这时,房门轻轻转动。 霍思迁走了进来,白衣黑裤,简单干净。 她缓缓地走到床边,看着熟睡的霍眠,眼神逐渐地温柔起来。 她伸手拉了下背脚,帮她往上盖了盖。 然后看着她清秀至极的脸庞,她轻声说着,小眠,终于的终于。 全世界只剩下我和你。 是的,此时此刻,全世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在这个独有的空间里。 霍家人都睡着了,霍思迁就这样站在床边,贪婪地看着霍眠。 就好像怎么看都看不够一样。 让她在霍家睡一晚,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 是她刷脸,让墨雪儿放弃了好莱坞的前途,换来的这么一个机会。 她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单独留她在这里过夜。 虽然她明知道霍眠睡得很沉了,就算她做点什么,她也不知道。 但是她却没有。 借着朦胧的月色,凝望着霍眠秀美的鼻尖,微红的嘴唇。 霍思迁只觉得心底有什么东西慢慢地滋生出来。 小眠,你这样好,可是,我到底还要等多久? 等多久呢? 霍思迁的眼神变得忧深。 霍眠做了一个很迷糊的梦,总是觉得自己的房间有人在看她,但是就醒不过来。 清晨霍眠早上六点就起床洗漱,然后不等其他人起来,自己就往楼下走。 恨不得立刻离开霍家,真的不想再待一刻。 却没有想到,在门口,她碰见了刚回来的霍眠眠。 看样子,就是刚从外面才回来,妆还没卸。 头发也凌乱不堪,高跟鞋上都是土。 你怎么会在这里? 霍眠眠看见霍眠,很不客气地质问。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 我也姓霍的。 霍眠故意气她。 哼,爸爸才没有公开承认你,你就和你那妈不要脸的倒贴上来了。 你不要叫那么大声,都是小三小卫。 你这样笑我不过是五十不笑百步。 愚蠢至极。 说完,霍眠不打算理她,直接就走,却被霍眠眠一把拽住头发。 很不客气,霍眠眠最近经常出去鬼混,喝完很晚才回来。 她最倾慕的人是苏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没戏了。 因为苏玉都不搭理她,连吃饭的机会都不给她。 当她听说霍眠又能跟秦楚结婚的时候,真是要气死了。 极度的发疯,她那么平凡,长得又普通。 凭什么可以得到一切呢?霍眠眠很是不服气。 一怒之下,就失控了。 索性拽住了霍眠的头发。 霍眠没有料到这个霍眠居然敢动手,真是疯了。 还没等她还手,只听霍眠眠一声惨叫。 霍眠回头一看,霍眠被霍思迁卡着脖子推到了墙角处,靠在了桌子上。 你放开我,这么没有规矩的事情,以后不要做了。 霍思迁冷冷地盯着霍眠眠的眼睛。 你管什么闲事,我是教训那个贱人的。 霍眠眠叫嚣。 贱人两个字一出口,霍思迁更是加大了力道。 掐得霍眠眠喘喘喘不上气。 呃,松开。 你放开。 以后我再看见你找霍眠的茶,你就立刻给我滚出过去。 霍思迁去菲律宾待了三个月学乖了,不如送你去印度。 如何? 听说那里公交车上,就可以随便对女人下手,你这样的性子应该会喜欢。 霍思迁一字一句地说道。 霍妍妍顿时吓得脸色全无。 不,不要,滚吧,看见你真是脏了我一天的好心情。 霍思迁猛然松开手,霍妍妍飞快往楼上跑。 你这么对她,不怕她告诉老头子。 霍眠看着霍思迁问道。 霍思迁拿起一个手帕,在两只手上擦了又擦,然后漫不经心地说道。 怕这个怕那个的话,我还能在这个家黯然无恙这么多年吗? 呵呵,也对。霍眠其实蛮佩服霍思迁的。 一个养子,在霍家生活这么多年,地位一直稳固如山。 你这么早就要走了,还没吃早餐。 霍思迁看着霍眠说道。 不吃了,不饿。 哼,我看你是一刻也不想呆了吧。 也好,我正好也要出去,一起吧。 我们都是自己开自己车,一起走也没意义吧。 霍眠有些无奈。 意义这个东西,阴忍而定。 走吧。 霍思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之后,和霍眠出了门。 霍妍妍上楼后,狂敲主卧的房门。 沈佳妮穿着睡衣打开门,霍正海也被吵醒,起来靠在床头上。 妍妍,这么早你干什么? 妈爸爸,霍思迁要掐死我,还说要把我送去印度。 霍妍妍吓哭了,有些语无伦次。 怎么回事? 沈佳妮微微皱眉。 霍正海也是朝着门口望过来,让她进来说。 沈佳妮打开门,霍妍妍哭成了熊猫眼,妆都花了。 霍妍妍进门后边哭边说的刚才发生了一幕,当然是避重就轻地说。 霍正海听完问道,你是不是又骂霍眠了? 我没有啊,就是说了她几句。 霍妍妍心虚地说道,你不用隐瞒,这些年我能不知道你什么样吗?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霍眠不比以前,她现在是秦总的老婆,GK的少夫人,我们还需要拉拢她,帮你对付霍思迁。 霍妍妍,现在可好,你倒是自己把人家推那边去了,霍思千帮霍眠,那不是很正常吗? 这次她过生日,找霍眠回来,我就看出她是拉拢霍眠了。 沈佳妮看着这个无脑的女儿也是真心醉了。 霍正海沉下脸说道,妍妍,你的性子要改一改了,不能这么胡闹下去。 爸,我不想去印度,不要让我出国,肆意去了菲律宾那么久,差点回不来,好可怕。 原来,她担心的是被流放。 放心,你爸爸那么疼你,不会的。 沈佳妮心疼女儿,拉着霍眠眠的手安慰道。 有我活着一天,还轮不到她给养子当家做主,这件事我心里有数。 不过,你也别没事找事了。 知道了,爸爸,听见爸爸愿意保自己,霍眠眠放心了不少。 你最近也不要乱跑了,必要时候我们选择联婚。 爸,我不想结婚那么早。 这不是你说的算,你要为大局着想。 霍正海说教导,妍妍,苏玉那边你还有希望没? 沈佳妮试探地问道,霍妍妍垂头丧气地摇摇头。 我现在根本连人都见不到,苏玉那个圈子很封闭。 只有那么几个人能和她玩到一起去,我之前有幸见过几次, 可是她压根都不理我。苏玉据说是对小眠有心思。 霍正海想到了霍思谦之前说过的话, 她那个狐狸精,真是不要脸到家了,嫁人了还不安分, 还要勾引苏绍,真是恶心。 你给我闭嘴,听你爸爸说。 沈佳妮瞪了女儿一眼。 如果苏玉真的喜欢小眠的话, 那么她说话应该是有分量的。 不如让妍妍跟着霍眠,或许就可以见到苏玉了。 可是,苏家不是我们说嫁能嫁进去的。 沈佳妮略有担忧。 这个倒没关系,只要妍妍怀孕了, 苏家不会不承认,苏家老爷子家风严谨。 霍正海分析, 爸,你是让我去求霍眠吗? 我可不要,我讨厌死她了。 不需要你出面, 以你和她的关系, 估计她也不会帮你。 这件事,我来想办法。 好的,爸, 只要能跟苏玉在一起, 我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霍炎炎擦了下眼泪, 顿时没有了刚才的坏心情。 霍正海擅长算计, 如今把主意打到了霍眠的头上来。 那也是因为她的利用价值太高。 当然,霍眠也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她还要好好计划一下这件事。 霍眠和霍思迁 一前一后的出了霍家, 在岔路口就分开了。 霍眠直接开车去了南区, 刚到办公室的时候, 身后就进来了一个送餐员, 霍眠小姐吗? 我是, 这是霍思迁先生给您订的早餐。 说完, 快递员拎出来一个精致的食盒放在桌子上。 呃, 放在这里吧。 好的, 请慢用。 霍眠换上白大褂, 看着早餐, 其实觉得霍思迁真的是一个细心的人。 早餐很丰富, 有油条, 热豆浆, 小咸菜, 还有一盒小笼包。 刚准备吃, 霍思迁就发了一条微信过来。 早餐到了吗? 刚到。 嗯, 吃吧, 你胃不好, 以后尽量不太空腹。 谢谢, 这是第一次霍眠不带这样敌意的, 跟霍思迁说话。 就连那天墨雪儿签约, 他都没这么真心地跟他说一声谢谢。 霍眠的胃病是老毛病, 上学的时候就有了, 因为不喜欢吃早餐, 所以经常空腹上学。 最后养成了胃炎, 冷热或者吃硬的, 太辣的, 都会胃疼。 这个连清楚都没有在意的小毛病, 霍思迁居然知道。 就连他犯病的时候, 吃的药叫奥美拉做, 他居然都知道, 真是神了。 霍眠吃完早餐, 霍思迁的时候, 象征地刷了下朋友圈, 想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 却意外地发现霍思迁发了一条。 霍思迁昨天生日, 照理说应该晒晒夜场, 和那些明星大腕什么的。 可是, 今早他却只晒了一条朋友圈, 那就是霍眠发红包的截图。 霍眠的名字被他打伤了马赛克, 但是那8.88如此酸爽的数字, 霍眠肯定知道是自己。 除了自己, 应该不会有人敢给霍思迁发8.88了。 霍思迁发完之后, 评论区都炸了。 哈哈哈哈, 霍少什么情况? 谁给你发的? 这个红包真他妈打呀。 霍公子, 这是谁呀? 打马赛克干啥? 给我们看看。 Boss, 你告诉我, 这个红包是谁发的, 不是故意打我们霍氏的脸吗? 我现在就去剁了他。 反正大家说什么的都有。 霍思迁也不回复, 只是笑笑了之。 倒是苏玉的回复, 比较耐人寻味。 他只评论了三个字, 我也要。 霍思迁给他回复, 那我一会也给你发八点八八。 不要你发的, 我想要他发的。 苏玉傲娇地回复, 哈哈, 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霍思迁得意, 他知道苏玉极度自己, 极度地发狂。 生平第一次这么有优越感呢。 霍眠吃过早餐, 开始忙碌起来。 期间, 和秦楚发了微信, 秦楚已经上了飞机, 三个小时后落地。 想到今晚就可以和秦大人同床共枕, 霍眠的心情就特别地愉悦。 霍眠下午回来的时候, 李主任正好来了办公室。 霍眠, 李主任, 霍眠忙起身。 霍眠那是怎么样了? 有进展吗? 李主任最近出国学习刚回来, 似乎一直对霍眠的病例很上心。 嗯, 有进步, 霍眠现在可以正常地入睡了, 其他的还需要慢慢来, 毕竟, 抑郁症不是一下子就能好的。 霍眠解释, 做得很好, 听说你用了很奇葩的疗法。 李主任回来后, 也是发现医院变动很大, 多年的蛀虫郭夫院长和他小舅子, 就那么无声无息地进去吃盒饭了。 真是大快人心。 南区的小护士们, 私下都会说那天霍眠就那个小护士的事情, 暗自竖起大拇指。 李主任也是听说了一些, 回来跟霍眠也通过话, 所以对霍眠很是赞赏。 哈, 我就是试一试, 没想到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里有个表格, 你填一下。 李主任递上一张空白表格, 这是…… 霍眠看着表格有些疑惑。 这就是我们精神内科研究中心出的一个调查表格, 你随便填填就好。 呃, 真的这样吗? 霍眠怎么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 我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了, 我还能骗你啊? 李主任和蔼地笑了笑。 哈, 好吧, 那我一会填完给您送过去。 李主任点点头, 这次我出国收获挺大的, 回头我整理一下那些资料, 然后发你邮箱, 你记得没事时候看一下, 对你会有帮助的。 好, 霍眠真心感觉到李主任对他很喜欢, 连这种比较私密性的课题都愿意跟他分享。 李主任走后, 霍眠继续忙碌, 查了房之后, 回到值班台, 交代了下面几个小护士一些事, 然后就看见一个小护士拎着一个小竹篮走过来。 护士长, 您好, 他怯怯地开口。 霍眠回过头, 看见了那天自己从其人渣手下就吓的小护士。 是你呀。 霍眠笑了笑。 护士长, 上次你救了我, 我一直也没感谢你呢, 这是我爸从老家带来的土鸡蛋, 很有营养的, 是我们自家家养的笨鸡, 你别嫌弃。 小护士双手举着小竹篮, 奉上自己的诚意。 不用这么客气的, 霍眠真心不是为了让人家感谢才救人的, 所以并不想要。 都什么年代了, 还送鸡蛋, 护士长开奥迪R8的人, 会在乎你的鸡蛋吗? 真是, 骨科的几个小护士嘲笑着, 那个小护士脸颊微红, 举着竹篮, 有些尴尬, 确实有些拿不出手, 但是他实在没啥可送。 护士长开着上百万的豪车, 他一个实习的护士, 一个月的工资都没有人家保养一次豪车柜。 所以, 还能送什么呢? 想来想去, 和男友商量一样, 决定送点家乡的特产。 出身农村的他给老家的父亲打了电话, 父亲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火车来这边, 带了两百个土鸡蛋, 他自己留了一百个, 剩下的这一百个打算送给霍眠, 表达心意, 可是没想到却被嘲笑了。 听见这些话之后, 霍眠沉下脸, 他送的是心意, 心意是无价的, 这世界上很多东西不能用金钱去衡量, 负责, 会失去原本的美好。 几个小护士扁扁嘴不说话, 霍眠小心翼翼地接过竹篮, 然后打开看了看, 好漂亮的鸡蛋, 谢谢你, 也替我谢谢你的父亲。 小护士的眼中微微惊喜, 护士长, 你要是喜欢吃, 我以后还给你送。 好, 等我吃完了, 还找你, 不过下次我要给你钱了, 我长期买你家的土鸡蛋, 可以吗? 霍眠微笑, 不不不, 你若喜欢吃, 我免费送您, 永远免费。 小护士有些受宠若惊, 好, 为了不博小护士的面子, 他说什么, 霍眠都笑着答应, 然后看见小护士心情大好地离开。 尊重一个人, 是霍眠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 不会因为身份而改变什么。 忙了一下午, 下班的时候, 霍眠开车去了超市, 买了很多新鲜的水彩和水果, 因为, 今天是秦大人回来的日子。 忙了好几天, 替市的事情终于有了尾声。 他要好好做一顿好吃的, 犒劳秦大人一顿。 四菜一汤, 肉丝炒青豆, 海米蒸蛋, 鸡蛋就是小护士送来的土鸡蛋, 蛋黄都是金灿灿的。 还有一个红烧鲤鱼和一个酱鸡爪, 最后一个牛肉萝卜汤, 香味四溢。 皇家陵院这边的家, 虽然没有南山古堡豪华和宽敞, 霍眠却也很喜欢这里。 忙好了一切之后, 他戴着围裙, 梳着马尾, 坐在沙发上, 拿出手机。 秦大人, 到哪里了? 还在替市。 啊, 还在那边? 不是说下午就回来的吗? 霍眠微微地失望, 临时出了事, 需要处理。 哦, 我还以为你能回来, 做好了饭菜等你。 好吧, 霍眠的语音消息里是浓浓的失望。 他收起电话, 深呼一口气, 走到餐桌前, 刚要自己吃, 就听见要是要门的声音。 霍眠来不及穿鞋, 光着脚丫顿时冲上去, 一把搂住秦楚的腰。 啊, 坏蛋, 你不是说在踢势吗? 逗你完呢? 秦楚宠溺地摸了摸霍眠的头。 好想你, 这次不走了吧。 霍眠心里极度没有安全感。 嗯, 都完事了。 秦楚放开霍眠, 脱下外套, 然后去厨房洗了下手。 那边怎么处理呢? 事故方找到了吗? 霍眠担忧地问道。 事故方的负责人, 逃亡到了海外, 找不到了, 只能有我们亲自背这个黑锅了。 不过, 碍于不想影响我们公司的名誉, 我调查到了那家提供原料的厂商, 给他们告上了法庭, 律师团队已经过去那边走法律程序了。 霍眠点点头, 似乎松了一口, 那家属赔偿呢? 除了之前给过的抚恤金之外, 我又每人追加了一笔, 死者家属又给了两百万, 受伤的家属补偿八十万, 这些钱由我们公司先垫付, 等官司赢了之后, 看看那些无良的黑心厂商会不会赔偿吧? 那就好, 总算尘埃落地了。 老公,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霍眠走过去, 撒娇地搂住秦楚的脖子, 蹭了蹭他的下巴, 可能是因为最近太忙, 有些憔悴。 秦楚的下巴隐约地有了胡茶, 让霍眠有些微微刺痛感。 你才是最辛苦的那个, 为我担惊受怕, 还要在我不在公司的时候, 解决公司危机。 老婆, 有你真好。 秦楚低下头, 亲吻了霍眠的嘴唇, 蜻蜓点水的一吻, 带着浓浓的宠爱。 好啦, 我们两个就别煽情了, 快吃饭吧。 好, 随后两夫妻坐下来吃饭。 老婆, 明天跟我上个专访吧。 呃, 什么专访? 霍眠有些模糊。 我接受了神话专栏的采访, 明天想带着你一起。 秦楚一边吃饭, 一边慢思调理地吃着。 神话。 霍眠知道, 这是本地甚至在国内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专访。 主持人是内地最知名的女主持金兰, 她采访的都是具有影响力的大人物, 而且请的都是财经界的大佬和体育界的巨星。 你的意思是要我跟你一起上电视吗? 那个电视收视率太可怕了, 霍眠有些顾忌。 我不是让你跟我一起上电视, 我是想向全世界公布我们的恋情。 呃,听完秦楚的话, 霍眠有些惊讶。 她似乎还没有准备好, 真的就要公布恋情了吗? 不隐婚了吗? 看见霍眠似乎不想公开, 秦楚放下筷子, 温柔地看着她。 老婆, 我们不能满一辈子的。 我毕竟是个公众人物, 而且全公司都知道你是我老婆, 小道消息已经流传出去了, 我们不如趁机公开。 你还有什么顾虑? 秦楚在回来的路上就一直在想, 明天上神话专栏, 要彻底公开恋情。 不, 是公开婚训, 虽然婚礼还没补办, 但是两人已经是合法夫妻的事情, 还是要说的。 那样以后, 苏玉更不会轻易接近豁眠了吧。 毕竟对一个有父之父亲近, 是要遭受很大的压力的。 秦楚的这个提议是有私心的, 虽然这次他赢了, 但是并不想把苏玉看得太简单。 我知道啊, 我只是觉得如果公开, 可能我会被贴上秦楚老婆的标签, 未来估计不会有安生日子了。 霍免想到消息一旦传来, 估计会爆炸性的新闻, 掀起一阵风浪。 标签是什么都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 你是我老婆, 这是事实, 不是吗? 秦楚笑道。 也对, 霍免点点头, 觉得秦楚说的也有道理。 过几天是我们GK30周年酒会, 你正好就以我妻子的身份出席。 老婆, 其实你低调惯了, 偶尔高调一下也是可以的。 毕竟你要让那些对你老公 有非分之想的女人都绝了念头。 且我看你是想让那些 对我有非分之想的人绝了念头吧。 霍免冰雪聪明, 怎么会不懂秦楚的心思? 老婆大人所言即是, 秦楚也毫不遮掩, 那好吧, 要公开就公开吧。 霍免也是觉得, 隐婚下去不是办法, 总不能一辈子偷偷摸摸, 毕竟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 饭后, 秦楚和霍免罕见的牵手 在小区院里散步, 这是他们结婚以来 第一次在小区里 这么高调的亮相。 皇家林院也住了不少有钱人, 于是有人偷拍后, 将照片发到富豪圈里, 传开。 诶, 这不是霍免的照片吗? 我看看, 苏玉立刻不淡定了, 你还是别看了, 会心塞。 魏寥同情地看着苏玉, 没事, 我又不是玻璃心。 说着, 苏玉也瞒得一把 抢过魏寥的手机, 微信群里的照片, 果然是霍免, 他身边的男人是秦楚。 霍免穿了一套 鹅黄色的运动服, 梳着马尾, 抬起头再看着秦楚, 巧目欠息, 巧笑叛息。 无奈佳人不是为他笑。 最近, 秦楚动作有些大呀, 以前不是很低调的吗? 如今这么大摇大摆的出来, 还被人拍照, 是要公布恋情的节奏吗? 魏寥智商也不低, 分析了一下局势, 觉得有可能。 苏玉默默地看着照片, 也不说话。 看吧, 我就说你不要看, 看了也是心塞, 你非不听呢。 魏寥一把抢回手机, 公布就公布呗,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人家总是有人家的自由。 苏玉淡淡地说完了这句话, 拿起桌子上的洋酒, 一口一杯, 连续喝了三杯。 魏寥平时别看总挖苦苏玉, 但是毕竟是这么多年哥们。 看他这样子, 心里也是很不舒服。 苏爷, 不然, 他的话没有说完, 就被苏玉打断。 如果是劝我放弃的话, 就别说了, 没意义。 你也太倔强了, 天下何处无芳草? 你何必自找苦吃, 以你的影响力, 勾勾手, 全国上下轰动似的, 恨不得皇帝选妃一样, 什么样的女人你随便挑, 随便上。 魏寥轻叹一声, 人都是猴变的, 骨子里都是贱的。 这话不假, 女人太多, 我也只喜欢豁眠。 没救了你, 不需要有救, 这样挺好。 苏玉虽然很痛苦, 但是却很感激, 有一个霍眠这样的女人出现。 因为霍眠的出现, 似乎成为了她人生的转折点, 连她的生活方式都彻底改变。 她不在以前那样的荒唐过日子, 不再留恋于泡女星, 喝花酒, 一下子就变得人生都有目标了。 所以她是痛病快乐着。 秦楚和霍眠在小区散步回来后, 霍眠觉得有些闷, 直接进了浴室洗澡。 可是就在她脱光衣服后, 门突然被推开。 吓得霍眠第一反应, 就是捂着自己的前面两点。 你干嘛? 干, 这个主意不错, 我满足你。 说着, 秦楚坏坏一笑, 开始解开衬衫的衣扣。 秦总你好, 秦太太好。 主持人金兰优雅地一笑, 主动上前握手。 金兰姐好。 霍眠很谦虚, 因为金兰年月四十, 是那种干练的中年女性。 不必紧张, 二位快坐。 金兰白白手, 随后三人坐在了准备好的长款长发上。 听说你们二位很低调, 极少曝光是吗? 金兰笑问, 霍眠看了看秦楚, 秦楚示意让她回答。 她笑着回道, 嗯, 我们两个都不是很喜欢过度地曝光个人隐私, 这样会扰乱生活。 金兰, 是的, 外界都不知道秦总已经结婚了, 你们保密工作确实很好, 领证大约是什么时间呢? 我比较好奇。 霍眠, 四个多月前, 快五个月了吧。 金兰, 她当时是怎么跟你求婚的? 霍眠, 没求婚, 就直接领证了, 因为我俩比较熟, 是高中同学吗? 金兰, 说起这个我就要问问秦总了, 据说你在美国留学七年, 这期间你们并没有联系, 回国后就领证了, 这样的做法真是让人看不懂, 我代替大家问问, 你是怎么规划这件事的? 秦楚沉默了几秒钟, 然后回道, 很简单, 我在多年前第一次看见霍眠的时候, 就认定了她是我老婆, 所以不管期间连不联系, 娶她是我这辈子必须要做的事情。 随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秦楚地回答坚决至极, 让他们看到了喜欢一个人的诚意。 金兰, 哇, 没想到秦总是这么痴情的人, 那你们两个生活中会吵架吗? 霍眠, 几乎不会, 我们比较有默契。 金兰, 那如果一件是意见不统一的时候, 该听谁的呢? 秦楚, 以我老婆的话为标准。 现场发出了哇哦的惊讶声, 似乎没有想到GK帝王的顶尖人物, 会如此的疼爱妻子。 秦楚和霍眠上了这个节目, 无非就是想告诉全世界我们结婚了, 然后曝光一些日常恩爱, 简直是虐死单身狗的几奏。 苏玉盯着屏幕, 只是看着霍眠, 她的一颦一笑, 似乎都具有超乎常人的魔力, 让她无法移开视线。 倒是霍思谦, 毫不在意地笑道, 我那个妹妹啊, 终于高调秀恩爱了, 看来有人是要宣布领土主权了。 秦家大宅, 谁让儿子接受采访的, 你到底管不管了呀? 秦夫人大发雷霆, 甚至还打电话去了电视台找查, 示意要中断直播。 可是人家并没有理会她, 最后, 她将牢骚发到了秦玉民的身上。 儿子大了, 自己能做主, 我们就不要跟着添乱了。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就是享受晚年, 你也不要太计较了。 秦玉民淡定地看着电视, 什么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霍眠那个小狐狸精, 整天就知道勾引阿楚, 兴风作浪, 如今居然怂恿儿子上直播, 公开恋情, 这下可好了, 全世界都知道她是我们秦家的儿媳妇了, 我以后怎么跟那些豪门太太们交代, 我一直跟他们说, 我儿子是单身, 还让他们给我留意未来的儿媳妇人选呢, 这不是打我脸吗? 难怪秦夫人会发火, 原来是被打脸了, 那也是你自己惹的祸。 秦玉民这一次没有帮妻子, 自从上次霍眠来吃完之后, 她已经默认霍眠的存在, 甚至在趁着自己身体还不错的时候, 抱上孙子, 享受天伦之乐, 倒是秦夫人一直想不开, 视霍眠为眼中定肉中刺, 不行, 我都想个办法对付她了, 不能让这个小妖精在我们秦家兴风作浪。 秦夫人说完起身上了楼, GK集团总部所有员工 趁着午休看总裁直播的节目, 全部都沸腾了, 邵夫人真的好有气质, 好喜欢她。 很多女员工纷纷赞到, 姜林月一直沉着脸。 姜总监, 你觉得呢? 有不知情地主动问姜林月的意见。 我不觉得邵夫人有多么出奇, 听说她出身平民, 三流大学毕业, 职业只是一个普通的护士长, 长得也不够漂亮, 身材也不是很火辣, 不知道秦总看上她什么, 她能开着百万豪车, 那也是靠着秦总, 不过依我看, 能嫁入豪门, 只能说明她很有心计, 很有手段, 一个高中时期就用尽手段, 想嫁入豪门的女人, 我不觉得有多纯洁。 姜林月一边喝着冰咖啡, 一边点评, 言语犀利至极, 周围几个小员工都不敢吭声了。 你说帮姜林月说话吧, 那是得罪了少夫人, 帮少夫人说话吧, 得罪姜林月没好处, 毕竟她可是个不好惹的人, 大家吃完饭, 各自散去, 姜林月憋了一肚子气, 也没怎么吃, 居然这么快公布了恋情, 这是她没有想到的。 不过, 公布也有公布的好处, 这样豁免就会站在风口浪尖了吧。 姜林月猜得果然没错。 当晚, 本地某论坛就曝光了一些新闻, 对于霍眠的绅士伸疤。 题目是GK少夫人, 全世界罕见的心机表, 然后下面列举了霍眠时宗罪, 黑点秘籍。 第一, 之前有男友, 为了嫁入豪门, 甩了大学时期的清纯男友。 第二, 为了嫁豪门, 不惜怂恿秦楚搬出秦家, 与秦夫人关系僵持。 第三, 母亲曾经就是小三, 上梁不正下梁歪。 第四, 永远一副不爱钱的模样, 但是却因为傍尚情楚, 住上豪宅, 开上百万豪车。 第五, 借GK名义, 给自己弟弟买了跑车。 第六, 与偶像巨星倪阳关系匪浅。 据说倪阳为了他, 背叛了经纪人, 背叛了新黄娱乐。 第七, 为了洗白, 不停地抹黑钱男友, 害得宁志远要被医院开除。 第八, 曾经无下线装逼, 没有医生资格证书, 却为孕妇剖腹缠子, 对孕妇造成了人身伤害。 第九, 曾经在魅胡叶总会喝酒, 与人发生争执, 最后被秦家压下。 第十, 前一阵因把人进警察局, 诬陷了南区副院长, 职位上位。 以上十条总结, 鉴定豁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心机表。 消息一成,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网友的评论, 铺天盖地的卷来。 大多数都是骂豁免的, 网络就是这样, 很多人不明真相, 就开喷, 满嘴的人意道德。 消息炸开的时候, 苏玉正和魏辽他们吃火锅。 魏辽拿着手机刷了刷, 这下豁免可麻烦了, 也许是太高调了, 昭黑了。 怎么回事? 苏玉抬起头, 只要是有关豁免的消息, 他都会忍不住地追问。 你自己看, 魏辽递过手机。 苏玉看完, 立刻沉下脸。 给我查这个爆料的IP, 我看他是活腻歪了。 苏玉淡定, 人家老公都没着急, 你着急什么? 再说了, 你现在也没有立场为人家证明啊, 你还是静观其变吧。 那也不行, 这些说的根本就不是事实。 苏玉对霍绵查的也是清清楚楚, 事实真相怎样,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果霍绵真的是心机表, 他会看不出来? 苏爷这很正常, 现在穷人多, 大多数都仇富, 见不得别人好, 这样黑霍绵, 也是情理之中的。 不过鉴于霍绵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已经不是几条黑幕就能撼动的了, 你放心吧。 唐川也劝道, 霍绵看见消息的时候, 正在和秦楚吃晚餐, 两人在一家韩式料理店。 他拿起手机, 随便瞄了一眼, 然后笑道, 这是谁写的, 好像很了解我似的。 决定公开的时候, 就想到了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以后可能这样的事情会层出不穷, 跟我一起站在风口浪尖。 老婆, 你怕吗? 秦楚抬起头盯着霍绵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问道, 如果怕的话, 我就不会做你秦楚的老婆了。 她怕吗? 她当然不怕, 她就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霍绵, 什么都会撑过去的。 人言虽然可畏, 但是也得愿意听才行。 那些人故意抹黑, 歪曲事实她为什么要听, 只当放屁就好了。 霍绵的话让秦楚微微地感动, 她就知道, 她的老婆从来都是一颗坚毅的小草, 蜜蜂生长。 GK的公关公司不是白痴, 除了是肯定第一时间维护公司和秦氏夫妻的利益, 更是找了不少水军在网上和那些故意抹黑的水军队部。 晚上的时候, 秦楚在书房处理公务, 霍绵躺在沙发上玩手机, 吃着零食, 然后她无意中登录了一下那个许久没上的微博, 差点吐血, 粉丝从几百个, 忽然一息之间涨到了六十万。 她最近的一条评论也是被粉丝沦陷, 转发的有两万多条, 评论的也有一万多。 一条置顶的评论是这么说的, 霍绵, 很喜欢你, 虽然以前不了解你, 但是你能走在秦楚的身边, 并且成为他的妻子, 深知一路以来不会容易, 你实现了我们灰姑娘最终嫁给王子的神话, 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 永远挺你。 然后这一条评论有大约五百多的点子, 还有一些骂得比较难听, 然后霍绵的粉丝就和那些非粉丝逼, 很热闹。 霍绵, 你个心机表, 还我老公。 你个小表杂, 为什么会抢走我的秦楚了呢? 霍绵, 你凭什么在他身边, 你不配, 祝你们早点离婚。 总之, 网上的评论极其地恶毒, 如果霍绵真的是玻璃心的话, 恐怕此时此刻已经伤得细碎, 但是他不是, 他虽然才24岁, 但是大风大浪已经见过, 已经很淡定了, 面对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力, 霍绵不着急解释, 也不窝火, 只是随手有杆发地写了一条微博, 网视浓淡, 色如青, 以青, 经年悲喜, 静如静, 以静, 然后, 下面是一张莲花的图案, 这句话极其地耐人寻味, 没有点墨水的人, 估计看不懂的, 这条微博发完, 立刻又引起了轰动, 装逼祸, 明明三流大学毕业, 却要装成女神, 恶心, 霍绵你要点脸行吗? 拜托你放过秦楚吧, 回去找你的医生前男友吧, 霍绵加油, 平你, 这句话很有禅意, 脑残粉小学文化的人是看不懂的, GK少夫人有内涵, 支持秦霍一起, 霍绵再不济也是霍家人, 你们这些就是仇富的小表杂, 霍绵你发张照片出来啊, 放福利, 我在电视上看见你好漂亮, 气质没得说, 还有你的衣服哪里买的, 求链接, 楼上的是脑残吗? 人家衣服是意大利奢华品牌定制, 和秦总是一个款式的情侣装, 你以为是某宝地摊货呀, 还求链接, 这智商真是着急, 求霍绵和秦楚今日直播的背影音乐, 多谢好心人。 粉丝再次在下面撕逼大战, 有挺霍绵的真爱粉, 有骂霍绵的黑粉, 很多媒体也都实时报道, GK集团少夫人更新微博, 疑似低调回应黑幕事件, 霍绵刚想退出微博, 就收到了苏玉发来的一条私信, 你还好吧? 苏玉雪中送炭的问候, 着实让霍绵心里暖, 有时候很多人都关注你飞得高不高, 却很少人关注你飞得累不累。 苏玉一句, 你还好吧, 让霍绵着实很领情, 我很好, 别在意那些, 经得住多少诋毁, 就经得住多少赞美。 苏玉竟然也会说心灵鸡汤了, 霍绵笑了笑, 放心, 我心态很好, 曝光的时候就想到了有这种情况。 秦楚这次做得有点无脑, 隐婚不是挺好吗? 干嘛公开? 不是故意给你招黑吗? 苏玉很不能理解秦楚这次的做法, 到底是爱霍绵还是害霍绵啊? 想要保护他, 就得继续低调, 好端端的干嘛要上直播呢? 公开也挺好的, 早晚隐瞒不住, 因为这次GK影视公司开幕我走红毯了, 很多媒体已经开始深挖, 与其别人爆料, 不如自己先承认。 好吧, 如果有需要, 记得找我。 谢谢, 随后两人都不再说话。 霍绵转手复制了之后, 将微博上的话发到了朋友圈, 朱玲玲立刻点赞, 永远挺你, 我的大美妞。 秦氏夫妇专业虐狗三十年, 哈哈, 专门虐我们这些单身狗。 高然还是继续调侃。 姐, 支持你, 挺住。 致心评论道, 师姐, 加油, 你是最棒的, 么么哒, 护士长加油, 护士长, 我们爱你, 护士长全宇宙最无敌。 下面这些是南区的小护士评论的, 这时, 又多了一条评论, 霍眠姐, 记住一句话,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活着, 我们都只有一个目的, 别违心, 以及别后悔, 还有, 去他们的人言可畏, 去他们的爱砸砸地。 这是泥杨的评论, 那个忧郁的偶像巨星, 竟然第一次爆了粗口, 还好只有霍眠看得到。 我一切都OK, 放心吧, 你霍眠姐我是一只打不死的小强。 霍眠回复, 秦楚从书房忙完的时候, 接了一个电话。 秦总, 找到了那人的IP地址, 在北部那边的一个破旧居民区, 但是我们的人到的时候, 那人一跑, 看来是有备而来的。 嗯, 继续给我查他的IP, 不行就查那些水军的上线。 随后, 秦楚又打了几个电话, 给有影响力的媒体。 那些媒体纷纷地发布了一些, 给霍眠证明的文章。 可是这时候, 一件事又将事件推向了高潮。 那就是, 秦夫人接受了一家小报社的采访, 然后高调地说明, 霍眠不是他理想中的儿媳妇, 并不看好这段婚姻, 儿子可能只是一时糊涂, 也不会承认霍眠是他秦家人。 一旦激起千层浪, 秦夫人的发声, 可是有着很大的杀伤力, 毕竟身份在那里。 秦楚看完专访的时候, 脸都绿了。 直接打母亲手机, 发现关机, 然后直接打到家里, 是保姆接的。 少爷, 我妈呢, 让他听电话, 老夫人不在, 出去了, 还没回来。 那我爸呢? 老爷在楼上, 让我爸听, 秦楚压着怒火。 母亲在这个时候添乱, 让他彻底弄了, 他绝对不能容忍霍眠受一点点的委屈。 爸, 我妈那边什么情况? 他可能因为你公布婚讯, 所以很受刺激, 一直说自己被打脸了, 说没把办法跟那些豪门泰他们交代。 那他人呢? 出去了, 还没回来。 好吧, 我知道了。 说完, 秦楚挂了电话, 未聊他们, 很快也都看见了这个专访, 然后说道, 秦夫人这是在打儿子的脸啊, 这一刀捕的是真狠, 霍眠这下不好做了。 婆婆公开不承认, 导致了霍眠在秦家的地位直接下降。 苏爷, 这是你怎么看? 未聊看着苏玉, 我他们又不是原方, 你别老问我怎么看。 苏玉摆弄着手机调侃道, 霍眠这姑娘豪门之路也真是一波三折呀, 这婆婆感觉可不好应付, 不如你家伯母好说话, 那是, 我妈说了, 只要我找人生个孙子, 之后爱哪哪去, 跟男人在一起, 她都不管。 突, 要我说什么来着, 还是你家伯母开明, 秦家虽然也家大业大, 但是跟你们苏家比, 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 毕竟你们家那个老太爷, 可是军队元首, 可即便这样, 你们家家风, 倒是真的很宽松啊, 我家都比你家要严谨, 很羡慕。 未聊说的也是实话, 苏家教育子女的风格是散养, 这一代就这么一个苏裕, 那更是宠得没变了, 他多么不靠谱的事情, 苏家都不会出面制止。 当然, 苏爷也可是说了, 玩归玩, 闹归闹, 绝对不允许苏裕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 所以, 苏爷除了之前爱烧钱, 爱泡妞之外, 口碑还是很不错的。 秦夫人打脸秦楚和霍绵隐婚的时候, 迅速地传开, 秦楚回到卧室的时候, 霍绵已经躺在床上, 正在玩着手机游戏, 似乎并没有被这事影响。 老婆, 嗯, 新闻看了吗? 哪个? 霍绵漫不经心地, 边打游戏边问。 我妈刚才接受的那个专访。 秦楚心里窝火, 强压着火气说道, 哦, 看了, 霍绵的表现倒是很淡, 秦夫人不喜欢她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要是她接受采访说, 多么多么喜欢自己, 那才叫可怕。 这么直白地讨厌自己, 反而让霍绵轻松了不少。 你没生气? 秦楚试探地问道, 为什么要生气, 你妈又不是第一天才这样? 霍绵笑了下, 委屈你了, 没想到她能这么胡闹, 一把年纪的人了。 秦楚走过去, 从床上一把抱起霍绵, 是那种很宠溺的公主抱。 霍绵将手机丢在床上, 双手搂着秦楚的脖子撒娇道, 所以呢, 你要怎么补偿我? 今天做两次, 算不算补偿? 秦楚扯了下嘴角, 温柔地看着她。 你流氓。 秦楚低下头, 堵住霍绵还没有说完的话, 然后是极尽地缠绵。 等霍绵沉沉地睡去之后, 秦楚冷静地穿上外套, 回了秦家大宅。 少爷, 您回来了? 我妈回来了吗? 秦楚淡淡地问道。 老夫人刚回来, 在楼上。 好, 秦楚直接上楼, 然后推开卧室的门。 秦夫人正得意地跟老公说着什么, 看儿子回来了, 有些惊讶。 阿楚, 这么晚来, 也不提前说一声。 妈, 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秦楚微微皱眉, 语气也有些重。 我没干什么呀, 我怎么了? 秦夫人摘下自己的围巾, 不在乎地说道。 我娶了霍绵已经是事实。 那我讨厌她也是事实, 怎样, 不行吗? 你喜欢她, 就得全世界都喜欢她吗? 秦夫人提高了嗓门, 忽然喊道。 秦楚听完之后, 望着母亲的眼神微微地失望。 妈, 我本以为你只是一时之气, 气我隐瞒你, 霍绵再不济也是我们家的人了, 你居然能联合起外人, 来自报家丑。 你不顾我们的名誉也就算了, 竟然也不顾公司的名誉, 你这招真的挺狠的。 我没有想不顾公司的名誉, 你要是为公司考虑, 就不该取霍绵, 你别跟我说叫, 我管理公司虽然一窍不通, 但是道理还是懂得。 秦夫人受不了儿子, 一直维护豁免, 所以也是一肚子气, 儿子说一句, 她反驳一句。 好吧,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真没有什么可说了。 在你想明白之前, 我想, 我们都不会再回来这家了。 说完, 秦楚转身就走。 对, 你给我站住。 秦夫人无论怎么喊叫, 秦楚都不肯停住脚步。 少爷, 我煮了甜汤。 女佣站在楼梯口守着弱弱地说道, 不吃了。 摔下这句话, 秦楚冷漠地离开家, 算是放话, 不原谅他们之前, 不会再回来。 你说句话呀, 你哑巴呀, 看看, 你灌出来的好儿子。 秦夫人把气撒在了老公的身上, 秦玉明手里看着一本历史书, 带着老花镜, 似乎淡定不少。 儿子可不是我一个人惯出来的, 再说了我没觉得他做的有什么不对, 他把公司管理得很好, 这次T是事故也处理得很好, 我很满意。 那有什么用啊, 事业成功不能代表一切。 你看看, 你的好儿子选了一个什么女人。 嗯, 你好好睁大眼睛看看。 秦夫人咆哮着, 秦玉明摘下老花镜, 看着妻子问道, 霍眠到底怎么了? 除了出身不好, 没上过好大学之外, 哪一点不如意? 哪一点都不如意, 长得不怎么样, 脾气还坏得很, 你都不知道他跟我说话有多不客气。 人都是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你那么对人家姑娘, 人家在给你好脸色, 人家是包子吗? 秦玉明反驳道, 好呀, 你们一个个的都跟我作对是不是? 真是没法过了。 蓝姐, 秦夫人大喊道, 夫人, 收拾客房, 我去客房睡。 说着, 秦夫人就往外走, 这, 女佣为难地看着秦玉明, 随她去吧。 秦玉明对妻子撒泼也是见怪不怪了, 她脾气这么坏, 这些年她也就忍了, 如今年纪大了, 越来越过分, 对小辈的事情插手不说, 还自己亲自打儿子的脸, 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秦夫人的爆料, 确实给霍眠增加了不少黑料。 朱玲玲和智欣都给霍眠发了微信, 问了这件事。 但是霍眠都很淡定, 说没什么, 第二天早上, 霍眠照常去上班。 南区的员工似乎都习惯了这些, 也知道霍眠的为人, 除了几个爱八卦的私下会议论, 其他的, 已经没有人会说这件事。 中午的时候, 事情有了反转。 原因是, 霍正海亲自出身证实霍眠的身份, 还说当初和霍眠妈妈是两情相悦, 不是小三。 更诉说, 只是因为性格不和, 和平分手, 霍眠一直都是霍家的女儿。 至于秦夫人不同意, 霍正海是这么回答的, 年轻人的你, 恋爱观我们不过问, 我女儿喜欢就好, 那是他的自由, 每个人都觉得孩子是自己的好。 秦夫人觉得我女儿配不上秦楚, 我还觉得秦楚配不上我的女儿呢。 这番言论顿时啪啪地打了秦夫人的脸, 言论一出, 被各大媒体转载, 霍正海居然也有以一个父亲的立场, 帮着霍眠说话的一天。 可是霍眠并不开心, 因为他从来都知道霍正海不做赔本的生意, 这么帮自己, 肯定有所图。 果然, 中午的时候, 母亲打来电话, 让他回去吃个饭。 霍眠看了一下时间, 开车快点的话, 午休两个小时也应该来得及。 于是开车回了老房子, 母亲做好了一桌饭菜, 霍正海也在, 只有他一个人。 杨美荣其实对霍正海是没有好感了, 但是碍于他今天帮女儿说了话, 所以罕见地给了他好脸色。 小棉回来了。 霍正海起身笑着说道, 霍眠点头, 来, 快吃吧, 一会都凉了。 杨美荣给霍眠成了一碗米饭, 以后有什么苦别一个人扛着, 跟爸爸说, 我们霍家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不至于让秦夫人那么打脸。 霍正海假惺惺的说道, 趁着母亲去盛汤的空荡期, 霍眠低声地问道, 你又想干什么? 我是想帮你啊。 所以, 你是想让我为你说什么? 直说吧, 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霍眠冷猛地说道, 嗨嗨, 霍正海倾咳了两声, 有些尴尬, 霍眠的心思果然是细腻的, 总是能看出她的动机来。 是这样的, 你的妹妹妍妍, 她不是我妹妹。 霍眠纠正道, 好好好, 总之妍妍上次对你那么无理, 就是不对, 我已经狠狠地教训了她, 所以她是真的知道错了, 你比她还大一点点, 多包容一下, 毕竟是一家人。 霍正海苦口婆心地说着, 霍先生, 麻烦说重点。 霍眠低着头边吃饭边说, 听思谦说, 你和苏玉是朋友, 所以我想, 你能不能把妍妍引荐给苏玉? 哈, 你倒是真敢想啊。 霍眠抬起头冷笑, 苏家是百年贵族, 能跟这样的家庭结亲家, 谁都想, 妍妍虽然荒唐, 但是性子单纯, 若是能得到苏玉的另眼相看, 以后跟你也能有个帮衬, 对吧? 你让我把霍炎炎那个蠢货介绍给苏玉。 霍眠再次问道, 霍正海眉眉等吭声, 就听霍眠又说道, 你不怕他死得很惨吗? 他那个样子, 不超三天, 苏玉会扒了他的皮。 没那么严重吧? 霍正海有些尴尬, 总觉得霍眠是威严耸听了。 你都没做足功课, 就敢来找我, 你也是真厉害。 首先, 我和苏玉并不是朋友, 我说话是没用的, 他不会给面子。 其次, 苏玉不喜欢傻白甜和脑残, 霍炎炎全都占了。 再者, 苏玉不喜欢私生活太乱的女人, 你应该是没有仔细调查, 你的那个宝贝女儿 最近都跟什么人私混在一起, 但是你不知道, 不代表苏玉不知道, 所以你让我去这种事, 惹怒了苏玉, 你不怕他迁怒霍氏? 啊, 有这是, 霍正海只顾着公私利益, 倒是真的没在意 那个女儿一天忙什么。 不过霍眠可是知道, 因为她的事情, 娱乐版面经常会爆料, 经常出入夜店, 浓妆艳抹, 跟不同男人搂搂抱抱, 这样的, 要是苏玉能看上, 那不是苏玉瞎了, 那是整个苏家都瞎了。 你能帮我说话, 我挺感谢你, 但是这件事, 抱歉, 我帮不了, 霍眠直接拒绝, 开什么玩笑, 把霍炎炎介绍给苏玉, 以苏玉的火爆脾气, 不仅会剁了霍炎炎, 也会剁了她吧。 那, 这样吧, 有空你带秦楚出来, 和我喝个茶, 我和她谈谈合作。 既然这个是没成, 霍正海不甘心, 于是提出了第二个条件, 霍眠正在喝的汤, 差点吐出来, 她真的对霍正海这个人, 感到很反胃, 恐怕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她在功利的男人了, 这样的人真不知道当初母亲怎么会爱上。 怎么样, 这个没难度吧? 霍正海看了霍眠一眼问道, 这个, 我找时间会安排, 但是我先把话说在前头, 我只负责安排你们见面, 至于我老公答不答应与你合作, 那是你们的事情。 那是当然, 霍正海显然很满意, 还有, 以后不经过我的允许, 不要再随便掺和我的事情。 霍眠冷冷地说道, 霍正海刚想说什么, 就看见杨美荣端着汤走了出来, 趁热喝吧。 好, 霍眠点点头, 你们刚聊什么呢? 杨美荣主动问道, 我们聊了一些小眠小时候的事情, 其实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不够格, 小眠的资质应该上名牌大学的, 那样的话, 就不会被秦夫人和秦家看扁, 也不会让人拿捏非议。 霍正海自然是很会说话的, 表现得这么内疚, 无非是让杨美荣感动。 杨美荣也确实傻, 只要霍正海一点点手段, 他就相信了。 霍眠心里暗自叹了口气, 终于明白母亲当年为什么输给沈佳妮了。 母亲的心机和沈佳妮简直没办法相比呀。 不过也好, 若是当年进门的是母亲, 估计早就被江洪欺负死了。 霍家那可不是人呆的地方, 能安全活下来的都要是豺狼虎豹。 我们小眠没上名牌大学怎么了? 他天生聪明, 照样可以做得比别人好, 第一院当初那么多名牌大学毕业的教授博士, 为啥给院长侄女做手术, 缓得半夜请我女儿呢? 不还是看中我女儿的技术了吗? 现在他在南区疗养院也是大名鼎鼎, 我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好, 那些颠倒黑白是非的人啊, 就该下地狱, 见人自有天收。 杨美荣自然是向着霍眠说话的, 霹里啪啦说了一大堆, 霍正海只是笑笑也不说话。 妈我没事, 你不要担心, 也不要在意别人说什么, 若是有媒体记者来, 你就闭门不出, 他们也不敢闯进来, 要是有人过分, 你就报警, 或者白天去无审他们家做作。 霍眠知道, 自己已公开, 家里人肯定也受骚扰。 知道, 我没事, 你照顾好自己。 杨美荣说道, 离开家的时候, 霍眠忽然就想到了母亲刚才提到了吴小雪。 想来又好几天没联系了, 不知道吴小雪出了月子眉, 打算下班去看看她。 回到南区忙了一下午之后, 霍眠给吴小雪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买了不少婴儿用品, 开车去了吴小雪家。 半路上, 正好在车里看见有记者堵住了霓阳采访。 请问, GK最近风波不断, 你有后悔签约吗? 没有啊, GK很好。 霓阳轻松地回道, 那对于GK少夫人出身贫民, 又低学历的事情, 你怎么看? 记者问, 我觉得他们很相配啊, 出身不好怎么了? 信号信号信号当初还是放牛娃呢? 朱元璋当初还是乞丐呢? 刘邦还是个市井混混呢? 一个人的成就, 不能看出身, 要看能力。 OK, 我最烦你们这些拿出身说事的人了, 我力挺我们秦总和少夫人到底, 我是他们的CP粉, 霓阳的影响力很大, 因为粉丝太多。 所以采访一出来之后, 立刻有大批霓阳的粉丝去霍绵微博下力挺, 简直是一边倒的舆论压力。 所以, 秦夫人的话在这个时候看起来, 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她在继续说什么, 大家就开始说她是恶婆婆, 霍绵笑了下, 这小子还真是敢战立场, GK旗下其他艺人都保持中立, 就怕惹祸上身, 霓阳倒是好, 直接把自己引爆。 这时, 霓阳的打电话打过来, 喂, 霍绵姐, 看见我刚才的采访了吗? 她的声音兴奋得像个孩子。 看了, 我说的怎么样? 棒棒打, 霍绵赞道。 哈哈, 不知道会不会帮帮你呢? 当然, 你的粉丝已经淹没了我的微博, 也淹没了黑粉。 霍绵戴着耳机边开车边说道, 那就好, 对了, 等我这几天有时间, 我去医院找你, 我觉得睡眠好多了, 我们可以进行下一个计划了。 嗯, 放心吧, 你的事, 我一直放在心上。 挂了霓阳的电话, 霍绵也到了吴小雪所在的小区, 她将车子停在小区门口, 然后上楼。 霍绵按了下门铃, 开门的是一个中年阿姨。 你好, 我是来看吴小雪的, 好, 进来吧。 保姆打开门, 让霍绵进来。 他在里面, 保姆指着主卧室说道, 霍绵拎着东西, 直接走进去。 小雪, 霍绵你来了? 吴小雪正在给孩子喂奶, 抱着宝宝靠着床坐着。 你母乳喂养啊。 霍绵有些惊讶, 因为现在很少人母乳喂养了, 尤其是他们这种有钱人家, 大部分都是奶粉, 或者请奶妈。 嗯, 母乳才是孩子最好的食品啊。 吴小雪笑了笑, 笑容中标带着母爱的光辉。 她泡了不少, 脸圆润了很多, 就是脸色不太好, 估计是熬夜的缘故。 这是给宝宝的礼物。 霍绵地上自己买的宝宝衣服, 鞋子, 还有玩具。 谢谢, 你还有多久出月子呢? 霍绵坐在床边的椅子上, 一边逗着小宝宝, 一边问答, 还有五天了。 这么快? 是啊, 真快, 还有五天, 我的宝宝就满月了你。 吴小雪宠爱地看着怀中的女婴, 霍绵仔细看着宝宝, 发现她皮肤白白的, 胖胖的, 不过眉宇间跟宁志园很相似, 并不怎么像吴小雪。 宝宝取名了吗? 霍绵问, 嗯, 取了, 我叔叔给取的, 叫吴欣月。 欣月, 嗯, 不错不错, 很好听呢, 吴院长很会取啊, 不过他真的要姓吴了, 你真的打算跟宁志远离婚吗? 提到这个, 吴小雪眼眸微微一变, 是啊, 他也同意了。 那孩子呢, 他不要吗? 他要我也不会给他, 况且他也没打算要。 吴小雪苦笑一下, 没关系的, 你这么优秀, 以后还会遇到更好的人。 我也是这么想的。 吴小雪随后喂完奶, 将宝宝递给霍绵, 你抱抱他吧, 当初要是没有你连夜冒险给我手术, 我估计他早就是一滩血水了, 是你救了他的命。 没那么严重, 只能说小欣月有福气, 有缘分和你做母女呢。 霍绵因为之前在妇产科待过, 所以特别会抱孩子, 小心翼翼地接过小欣月之后, 他哄着, 你呢? 肚子里有消息没? 吴小雪问道。 还没有, 可能是缘分还没到。 霍绵抬起头笑了笑, 你呢? 出了月子就走了吗? 对呀, 离婚协议我们已经签好, 等我出月子, 直接去民政局办好就可以了。 机票是半个月后的, 再过半个月, 我就要彻底离开这里, 芝加哥以后才是我生活的地方。 吴小雪的话语里透着浓浓的不舍。 没关系, 以后我可以去美国看你们, 你们还可以回来看我哦。 霍绵抱着小心翼翼说道, 宝宝你快快长大, 以后好保护妈妈。 吴小雪眼睛忽然就湿润了。 霍绵, 我其实不想走, 可是没有办法, 我的心, 已经千疮百孔。 小雪, 你别哭, 你坚强一点。 霍绵看见吴小雪哭, 其实也挺难受的。 从他怀孕到孩子出生, 好像就没安生过。 霍绵, 你知道我那次车祸, 是谁搞的鬼吗? 吴小雪忽然恨恨地说道。 嗯, 那次难道不是意外吗? 霍绵微微一正。 当然不是, 一切都是和曼搞的鬼。 和曼? 如果吴小雪不主动提起, 霍绵几乎都要忘记这个人的存在了。 那个恶毒的女人看不得我好, 也许她是以为宁志远是因为有我, 才甩了她, 但是其实是她愚蠢,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 就算没有我, 宁志远也不会要她的, 她自己就是一个烂货, 没有人会喜欢的。 小雪, 你还没出月子, 你别激动, 慢慢说。 我已经找了人调查, 之前就怀疑过, 所以调了录像, 开车撞我逃逸的那人, 你应该也认识的。 我也认识, 霍绵这下更惊讶了, 吴小雪点点头, 还记得, 讹诈你的那个孕妇吗? 嗯, 就是她的老公, 那男人不知道怎么跟和曼勾搭上了, 后来和和曼好了一阵子, 也就是说那一阵, 我开车被他们算计, 差也害死我的宝宝。 我后来找到了那个男的, 但是那男的已经离开和曼了, 因为和曼又和宁志远勾搭在了一起, 所以踢了他, 他不甘心去纠缠过, 结果被和曼找得打手, 打断了一条腿。 还有这是, 霍绵微微皱眉, 如果吴小雪说的是真的话, 那和曼这个女人还真是恶毒。 是啊, 所以我在出国前, 一定会报复他一下的。 小雪, 你被傻了, 你都要出国了, 可别出什么乱子。 霍绵安抚道, 放心吧, 我不会要他命的, 他的贱命也不值得脏了我的手, 我只是会告诉他, 恶有恶报的。 霍绵在吴小雪家待了一会, 保姆做了饭他也没吃, 因为那是吴小雪的月子餐, 相对来说味道比较淡。 临走的时候, 吴小雪拿出一个长方形盒子, 递给他。 这是什么? 我都要走了, 这个就送给你吧, 是我很喜欢的一套手术刀。 是德国买来的, 质量很好。 我曾经用它给很多难产的孕妇剖妇, 也算是救了很多人。 你医术那么好, 以后希望你能用它就更多的人, 当然。 如果你是妇产科医生的话, 如果你没有选择继续在妇产科, 这东西就给你留个念想吧。 因为我去了芝加哥之后, 就不会再做医生了。 吴小雪淡淡地说道, 你不打算做医生了? 霍绵看着那套手术刀并没有伸手节, 嗯, 不做了, 孩子还小, 我要努力培养他长大, 我想开个中式餐厅, 也方便自己的口味。 西餐真心吃不惯的。 说完, 吴小雪把东西主动塞在霍绵的手里。 谢谢, 霍绵只觉得这套手术刀有些沉甸甸的。 霍绵, 再见了。 吴小雪似乎提前告别, 你每天走, 行程发给我, 我去送你。 不用了, 时差不一样的, 我是凌晨的飞机, 我和我家里人一起, 你不用担心。 那你记得给我打电话, 霍绵有些不舍。 我会的, 你也是, 希望我有生之年能看见你做医生的那一天。 你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好医生。 霍绵没有说话, 只是笑了笑。 离开吴小雪的家, 下楼的时候, 霍绵隐隐约约地看见对面走来一个男人, 有些眼熟。 小绵, 你怎么在这儿? 宁智远回来拿东西, 却没想到在自家楼下看见了霍绵, 顿时愣住, 两人距离三米远左右, 相互看着对方。 我是来看小雪和孩子的, 霍绵冷冷地看着宁智远。 如果说之前对宁智远无感的话, 那么如今看见吴小雪和孩子那么可怜。 他已经开始讨厌着这个男人了, 他再也没有大学时候那个清秀少年的影子。 有的只是一个恶心的人渣。 来看吴小雪, 你跟他很不错吗? 宁智远似乎并不了解吴小雪跟霍绵已经和解了。 这只是我和他之间的事了, 也没必要跟你说了。 说完, 霍绵朝着自己车走去。 小绵, 有事吗? 霍绵顿住脚步, 头都没回, 他不想见他, 一点也不。 你, 现在过得怎么样? 哈哈, 你不是能在电视上和报纸上看见吗? 霍绵轻笑, 我觉得秦楚对你并不好, 他这样不管不顾地公开, 把你推到了风口浪尖, 我觉得他拉着你秀恩爱, 是在为他们事故的事情洗白。 你被利用了, 你知道吗? 霍绵听见这些话, 回头看着宁智远, 表情复杂地说道, 是吗? 我真的被利用了? 是啊, 你那么聪明, 难道没感觉到吗? 宁智远苦口婆心地说着, 我谢谢你啊, 提醒我, 我现在才知道我被利用了, 可是, 那又怎样? 他是我的老公, 我愿意被利用。 霍绵故意说道, 你难道就因为钱, 什么都做得出来? 哪怕受气, 被那个恶婆婆欺负, 也愿意忍? 这些年啊, 你还是一点都不了解我。 告诉你, 我曾经喝过醉裂的酒, 也放弃过最爱的人, 我可以像个疯子一样任性, 也可以像个爷们一样工作, 更可以在家里做贤妻良母, 相夫教子, 一切的一切都只取决于你是谁。 所以, 永远不要试图站在你的角度去看我, 因为我怕你永远看不懂。 说完, 霍绵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跟宁智远, 他已经无话可说, 甚至连熟悉的陌生人都不是。 就冲他对吴小雪母女做出的一切, 他就不值得原谅。 被吴院长开除也好, 被吴家赶出豪宅也好, 一切都是他自作自受。 宁智远看着霍绵的背影, 久久地站在原地, 愣着神。 他猛然间发现, 自己最美好的时光, 竟然就是大学追霍绵那几年。 可是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有时候甚至在想, 如果当初相信霍绵跟他站在一起, 不去做那些伤他心的事情, 那么他会不会不离开自己, 不回到秦楚的身边去。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和结果。 今天的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曾经, 霍绵也愿意相信他, 愿意让他在自己身旁。 可是他却没有珍惜, 现在怪谁呢? 霍绵回到家的时候, 秦楚已经做好了饭。 有时候想想, 秦大人虽然话很少, 但是也是个暖男。 他那么忙, 回到家, 却立刻卸下boss的身份, 扮演一个丈夫的角色, 给霍绵做着可口的饭菜。 哇, 好香, 老公你做了海鲜吗? 霍绵回到家, 立刻问到一股鲜味, 就你鼻子好使。 秦楚笑, 他把晚餐端出来, 是清蒸的螃蟹, 皮皮虾, 还有辣炒海丁, 西纸烤黄咸子, 简直都是霍绵最爱的几种海鲜。 自从知道秦楚不能吃海鲜, 霍绵已经很节制了, 自己都快忘了多久没吃。 可是秦大人, 确实能清清楚楚地记得。 诶, 无视献殷勤飞奸即道。 老公你对我这么好, 不会是有求于我吧? 当然有。 秦楚说得理所当然。 那请问, 秦大人你求我什么? 霍绵走过去, 从身后搂住秦楚的腰, 开始撒娇模式。 我求你今晚女上南下好不好, 你老公我最近很累, 你主动点。 扑霍绵差点喷了, 秦大人又开黄枪, 还有没有人管管啊? 怎么? 你老公就这么一个要求, 你就不能满足吗? 秦楚一脸的委屈。 秦大人, 你欺负人? 霍绵叫嚣着, 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没经验的, 居然还让他主动, 还男上女下, 爱马, 好屋啊, 不逗你了, 快吃饭吧。 秦楚宠溺地松开霍绵的手, 然后陪着他吃海鲜。 秦楚因为肠胃敏感, 所以只喝了一点清淡的龙虾粥。 对了, 老公我跟你说一件事。 嗯, 今天霍正海不是帮我说话了吗? 他跟我提了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秦楚抬起头, 看着霍绵。 他要说, 和你一起喝茶, 谈谈霍氏和GK的合作。 霍绵直接掠过了苏玉的事。 毕竟在秦楚面前, 他还是不愿意提苏玉的, 不想给老公添堵。 虽然他和苏玉真的没什么, 喝, 他倒是会算计。 是啊, 他今天去了老房子, 又给我妈灌了迷魂汤, 扮演了好父亲的角色。 不过我答应了他, 要你们见一面, 至于成不成那是你的决定, 我只是负责让你们见面, 你不会生我气吧。 怎么会? 秦楚笑了笑。 真的? 那你打算去和他见一面吗? 去吧, 老婆都替我答应了, 我必须给你这个面子。 秦楚对霍绵是一百个宠, 从来不会因为他自作主张而责怪他。 老公, 你真好, 我这么好, 所以一会你是不是要有所表示啊? 嗯, 又来了又来了。 霍绵是真心无语了, 自从秦大人回来后, 要的似乎有些频繁啊。 老公, 嗯, 我之前看两性杂志上说, 夫妻俩一周两三次就可以, 多了对身体不好。 霍绵一本正经地说道, 可是, 我怎么看杂志上说, 如果是新婚不超过一年的小夫妻, 可以一天一次, 甚至一天恩赐的。 嗯, 有吗? 霍绵再次猛逼了, 秦大人真是撩妹有道啊。 有啊, 所以我们两个还没有超过一年, 算是如胶似气的新婚夫妻, 所以要的多也正常。 怎么? 老婆, 你不会是嫌弃我了吧? 秦大人那无辜的小眼神, 看得霍绵心都要化了。 我没有。 老公,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那你今晚再上我在下了? 秦大人挖了一个坑, 然后我们智商高达130的小狐狸, 也傻呵呵地跳了下去。 果然, 在最爱的人面前, 所有智商都是百搭, 直接清零了。 忍不住秦大人的诱惑, 霍绵最终捂着脸, 做了一次主动方。 结果竟然出奇得好, 因为他发现, 这样的姿势竟然, 也是相当舒适。 看来他懂得还是少啊, 秦楚看着感叹不已的老婆, 低笑, 看来以后要经常缓缓姿势了, 争取把教材上推荐的108事都用一遍, 那感觉一定是棒极了。 霍绵被秦大人一顿折腾后, 筋疲力尽, 刚想睡觉, 就接到了蒋小薇的电话, 霍绵来陪我, 魅虎顶楼包厢C。 说完, 蒋小薇趴地挂断, 霍绵顿时就精神了, 自从跟蒋小薇交了朋友, 整个心脏都不好了。 她总是这样, 神出鬼没的。 老婆, 你要出去吗? 秦楚看见霍绵迷迷糊糊地起身穿衣服, 好奇地问道, 嗯, 我要去找一个朋友。 霍绵边穿衣服边说道, 秦楚看了下手表, 太晚了, 这个时候不安全, 我送你。 嗯, 好。 霍绵知道秦楚担心, 自己所以也不拒绝。 两人一起下了楼, 秦楚开着麦巴赫, 两人便去了媚湖。 我在车里等你们吧, 不要喝醉。 秦楚不放心地嘱咐道, 知道了, 秦大人, 我一定乖乖听话, 你在这里等我。 霍绵很感谢秦楚这么贴心, 因为蒋小薇毕竟是自己的一个女人, 女性朋友。 和秦楚两人都不熟悉, 不像朱玲玲一样, 和他们高中就认识。 所以, 秦楚最稳妥的办法就在车里等, 等他们玩完之后, 带老婆回家。 卫湖虽然是一个龙蛇混杂的地方, 但是因为是理科的场子, 所以秦楚并不担心, 索性也就没跟上去。 霍绵因为出来得着急, 也懒得去搭配, 穿了一个长款的黑色卫衣就出来了, 下面只穿了一条黑色的打底裤。 不过事实上, 在这样的深秋, 这样的穿着已经不遇寒。 下了车之后, 一阵冷风扑面而来, 霍绵动地打了一个哆嗦, 然后一阵小跑进了媚湖, 直奔顶楼包房。 诶, 哪个房间来着? 诶, 还是B, 还是C, 还是D来着? 霍绵因为接蒋小薇电话的时候, 脑子迷迷糊糊, 所以也没走心, 一下子就给忘了。 蒙圈地看着金碧辉煌的各大包房。 她拿起手机, 正准备给蒋小薇打电话, 忽然身边的B包房门打开。 唐川楼这样一个大胸的妹子, 摇摇晃晃地走出来, 看见霍绵之后, 顿时精神了。 护士长, 啊, 你怎么在这里? 我不是眼花了吧? 我来找一个朋友。 霍绵淡定地回道, 哈哈, 不会是我们苏爷吧? 她就在里面, 快快。 唐川是那种热别喜欢起哄的人。 所以, 看见霍绵出现在包房门口, 恨不得立刻将她推到苏玉面前去。 不是, 我是来我的一个女生朋友的。 霍绵解释, 这时, 蒋小薇电话主动打了过来。 你到了没有? 呃, 到了, 你是几号包房来着? 霍绵忙问。 C号, 三秒钟。 说完, 霍绵转身走了几步, 推开包房C的门, 甚至都忘记了跟唐川说话。 唐少, 不如我们去洗手间那边啊, 那边灯光啊? 辣妹似乎大胆地邀请着。 等一下, 哈, 小乖, 我先给苏爷报个信。 说完, 唐川丢下女伴, 转身又回到了B包房。 霍绵进去的时候, 顿时有些猛逼。 偌大的包房内, 只有蒋小薇一个人, 她穿着黑色的包臀短裙, 上面是一条流苏的红色披肩, 很漂亮, 很性感。 可是桌子前的密密麻麻的啤酒瓶, 是怎么回事? 霍绵目测了一下, 大概有十七八个空瓶。 来了, 坐, 蒋小薇露出两个招牌型的小虎牙笑了笑。 说起来, 她这个高冷女神, 也只有在看见霍绵的时候, 才会有不错的心情。 这些, 都是你喝的。 霍绵怀疑地问道, 难道这房间, 还有第二个人吗? 蒋小薇乐了。 你好厉害。 膜拜, 霍绵一直觉得自己属于女生中酒量不错的, 结果却被蒋小薇瞬间秒成渣渣呀。 这也太恐怖了。 你这是怎么了? 又相亲失败了。 看出她心情有些沉闷, 霍绵主动问道, 相亲失败, 我倒是应该跟每次一样庆祝。 那这次是成功了? 霍绵有些惊讶看着她。 也不算成功吧, 只是我爸妈特别喜欢那个人, 可是我总觉得心里不舒服。 说完, 蒋小薇倒了两杯洋酒, 一杯递给霍绵, 一杯自己一口干掉。 可哪天, 我再偷偷陪你喝吧, 我老公就在楼下, 他若发现我喝酒, 会弄死我的。 霍绵是真心不敢偷喝了, 因为上次喝酒, 进了警察局, 被秦楚审问得生不如死。 秦大人生气的样子还是很可怕的, 宠归宠, 但是绝不包容她的恶习。 好吧, 那我自己喝。 蒋小薇自己又倒了一杯, 然后再次一口干掉。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喝酒就跟喝凉水似的。 这么彪悍的女子, 霍绵也是头一次见到。 对方不是你喜欢的人? 霍绵试探地问道。 怎么说呢? 她是个很适合结婚的人, 三十岁, 做环保的, 是年轻的CEO, 海归博士, 金融才子, 长相英俊, 谈吐不凡, 家族背景也干净, 感情史也空白。 哇, 这样你都不喜欢? 听蒋小薇说了这么多, 霍绵都忍不住唏嘘了好吗? 现在好男人已经快绝肿了, 相亲还能碰上这样的极品, 霍绵都觉得她是幸运不得了。 是啊, 乍一看真的很好, 我也觉得很适合我结婚。 可是我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是感觉差不多吧? 那个人是个典型的天蝎座, 理智的可怕。 他很清楚要什么, 我也知道他并不爱我, 只是因为我适合跟他结婚, 带给他一个妻子的光华而已。 在外人看来, 所谓的男才女猫珠连碧合, 不过是我们两个相互利用的一个外在标签而已。 也不能这么想吧, 万一结婚后再有感情了呢? 身边也不是没有先婚后爱的。 可是我不甘心啊, 也不敢赌啊, 万一结婚后还是喜欢不上, 难道要离婚吗? 蒋小微苦笑,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 霍绵追问, 两家人的意思是, 一周后订婚, 这么快? 霍绵也惊讶了。 是啊, 你知道吗? 我其实觉得自己也挺矛盾的, 一方面觉得自己到了年纪, 找个合适的就嫁了吧, 毕竟不是小女孩, 还能渴望什么爱情。 可是, 一方面我又真的不甘心。 我总希望自己有一天出嫁, 是因为爱情, 不是因为合适。 毕竟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就决定了你以后的生活质量。 说得也对, 那你打算怎么办? 霍绵有些同情地看着蒋小微, 这么出色的一个女人, 却因为一段婚姻下不了决定, 而痛苦不堪。 此时此刻, 她真的庆幸自己嫁给了秦楚。 如果当初为了救弟弟, 答应嫁给魏东, 或者就继续装平庸, 跟宁志远结婚, 也许她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幸福感。 毕竟, 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是可悲的。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你帮我出出主意吧。 蒋小微再次抱满了一杯酒, 这次还没等喝, 就被霍绵抢下来了。 喝多了没用的, 醒酒了还不是一样要面对吗? 那我要怎么办啊, 霍绵, 真的要嫁给那个人吗? 我不甘心。 蒋小微看着霍绵的眼睛闪着泪光, 霍绵还没等说话, 包房门忽然被人推开。 来了也不去, 跟我说句话, 世界上还有比你更没良心的死丫头吗? 苏玉黑着脸走进来。 呃, 你怎么来了? 苏玉突然跑来, 还是让霍绵挺惊讶的。 唐川那个贱人跑到苏玉那里邀功, 苏玉一听说霍绵来了, 整个人都好了。 甚至做都不做不住, 立刻就想过来, 最后还是卫辽让他矜持一下, 硬生生地拖着他喝了三杯酒, 才放他出来。 诶, 这个美女不是, 那天医院, 卫辽的记性也是相当的好。 虽然那天蒋小薇是一个侧颜傻, 但是, 卫辽还是认出来了。 唐川那个种马这时候不知道躲在那个角落里, 跟人家辣妹XXOO, 不然他在场的话, 还能帮辨认一下。 你们认识? 霍绵奇怪地看着卫辽, 卫辽立刻摇头, 不认识, 你和苏玉认识? 蒋小薇显然没喝醉, 看着霍绵问道, 呃, 她以前在南区住院我护理的。 霍绵简单地说了一下, 苏玉觉得能把霍绵带到她的包房里, 估计几率不大, 所以索性一屁股坐在了霍绵身边的沙发上。 你干什么? 霍绵蒙圈地看着她, 你肯定不能过去我那边,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坐下来陪你吧。 呃, 这不是我的包房, 这是我朋友开的。 霍绵欲哭无泪, 苏玉消停多久了, 这是又要开始折腾的节奏啊。 服务员, 这个包房所有消费, 寄我账上。 好的, 苏绍。 服务员立刻屁颠屁颠地跑来, 又加了不少果然和酒水。 土豪就是任性。 蒋小薇瞄了一眼苏玉说道, 她已经不是单纯的土豪了, 以她这个烧钱的程度, 我们已经称她为神好。 为了要笑了笑, 然后, 苏玉和魏辽就这么厚颜无耻的, 不经过主人允许, 赖在包房不肯走。 魏虎顶楼总裁办公书那里刻看了看监控后, 琢磨了一会, 还是给秦楚打了电话。 虽然她不是一个爱小报告的人, 但是, 对于豁免的事情, 她知道秦楚都是太在乎的。 喂, 秦楚接起了电话, 你老婆又来我场子了。 请注意, 李克用了柚子。 我知道, 我陪她来的。 你人呢? 李克蒙圈了。 我在楼下车里, 她上去陪朋友, 我不方便。 秦楚解释, 那我跟你说一件事, 你听了之后, 淡定点。 说, 你老婆的朋友在C报房, 苏玉他们在B报房。 所以呢? 秦楚继续问道。 所以三分钟前, 苏玉他们又去了C报房, 你真的不打算上来看看吗? 秦楚沉默五秒钟。 我不上去了, 我相信她。 秦楚淡定地说道。 她知道霍绵是什么人, 她不想束缚她太紧, 两个人也要相互尊重, 和有自己的隐私的。 就算是夫妻, 也不能压得人家喘不过气来, 如果秦楚要是天天查看 霍绵的手机微博微信, 估计时间久了, 就算没有矛盾也出矛盾了。 所以, 就算亲口听李克说, 苏玉去包房找霍绵, 她还是不担心。 你真是头子。 李克无语了。 是我的, 谁都抢不走。 不是我的, 强留也未必能留得住。 秦楚慢悠悠地说道。 好吧, 搞不懂你们中国人的想法, 反正我是告诉你了, 你好自为之。 李克啪一下挂了电话, 秦楚拿着笔记本照样分析数据, 就跟平时一样, 并没有因为猜忌楼上的事情, 而心反意乱。 这一点都不像一个27岁的年轻人该有的稳重和成熟。 当然她不担心不是因为不爱霍绵, 而就是因为太爱, 所以舍不得伤她一点点自尊。 你大半夜的不在家里睡觉, 跑这里干什么, 还穿个睡衣。 苏玉一脸嫌弃地看着霍绵, 将她从头到脚打亮了一个遍, 最后得出一个霍绵穿睡衣出来的结论。 霍绵立刻白了她一眼, 你家睡衣长这样, 这叫卫衣, 懂不, 不懂, 不懂就一边待着去, 懒得跟你废话。 呛苏玉是霍绵的必杀绝技之一, 当初在南区, 就是这么对付她的, 保证是百战百胜。 卫聊则坐在蒋小薇面前, 开启聊妹技能。 美女, 这些酒都是你一个人喝的呀。 对呀, 蒋小薇忽然心情好了起来, 可能是因为包房里人多了, 寂寞感少了。 那你酒量不错呀。 卫聊赞道, 还可以。 哈, 那天在南区医院, 看见的是你吧, 你是不是开白色的雷克萨斯? 卫聊问道, 嗯, 蒋小薇点点头, 卫聊心里一阵狂喜, 这个侧颜杀美女, 竟然被她给再次遇到了。 真是缘分啊。 你是, 霍绵的朋友? 卫聊继续问道, 跟你有毛线关系, 你你不觉得你过问的有点多吗? 要么坐下来喝酒, 要么滚蛋, 我可没时间和你们扯犊子。 蒋小薇爆发了女汉子技能, 装逼程度比霍绵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让卫聊着实汗颜。 霍绵听完乐了不行, 一个劲地笑。 蒋小薇这个姑娘太招人稀罕了, 真实的不像话。 爆粗口也是分分钟的节奏, 跟她海归博士身份, 著名心理学专家一点都不符合呀。 苏玉看着霍绵笑起来的样子, 眼眸变得温和起来。 她因为并没有多少机会和霍绵相处, 所以很少看见她这么爽朗地笑。 她忽然就觉得, 这是她听过的全世界最好听的笑声。 霍绵只顾着笑讲小薇和未聊, 并没有在意, 苏玉是多深情地看着她。 喝酒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我怕喝多你, 毕竟初次见面, 不好。 被蒋小薇公开叫板, 未聊有些谦虚地说道, 放心, 今天你要是把我喝多, 我就跟你走, 干什么随你。 扑豁免吐血, 苏玉也是一头黑线。 未聊虽然也是个花花公子, 但是嘴皮子厉害, 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未家做钢购建材多年, 也是庞大的家族, 未聊上有哥哥下有姐姐。 所以碍于家族名声, 也不会乱来。 如今蒋小薇这么一主动, 倒是让她也无奈了。 她摸了摸鼻子说道, 这不好吧, 我可没有那个意思。 到底喝不喝? 你好烦啊。 蒋小薇没有了耐心。 喝呗, 这样吧, 鉴于你是女人, 你喝一杯, 我喝两杯, 如何? 可以。 蒋小薇爽快地点点头。 未聊又看了看桌子上的啤酒和洋酒, 说道, 这些都撤了吧, 换白的, 服务员, 来几瓶茅台。 好嘞, 卫少, 你们不会玩真的吧? 霍绵有些担忧。 未聊的酒量, 很恐怖的, 你这个朋友, 今天肯定栽了。 苏玉双手还凶傲娇地说道, 未必吧, 小薇她也很奇葩的, 霍绵似乎不觉得蒋小薇一定会输, 未聊将白酒倒满了两杯后, 一手捂着杯口说道, 美女, 先说好了, 如果你醉了, 真的要跟我走了, 完归完, 你可别找我负责呀。 成, 蒋小薇一口说道, 那如果你输了呢? 蒋小薇调侃地看着未聊, 我输了, 随便你处置, 当然我也可以跟你走, 过夜什么的, 都可以, 不收你任何费用。 未聊笑着说道, 你想得美。 蒋小薇瞪了她一眼, 未聊其实长的人不是很帅, 但是很合演员的那种, 眼睛不大, 喜欢笑, 嘴巴挺损, 脑子转得也快, 跟苏玉整天混在一起, 是个天生乐观派, 你要是输了的话, 就穿着内裤, 在魅虎楼上楼下走一圈吧。 蒋小薇慢悠悠地说道, 哈, 这个可以有。 苏玉狂笑, 苏爷, 你是我这边的, 好吗? 你不能因为豁免的美人计站错队啊。 未聊汉滴滴, 不要浪费时间了, 好吗? 到底行不行? 蒋小薇瞪了未聊一眼, 没问题啊, 我无所谓, 反正我又不会输。 未聊觉得自己酒精沙场, 自十二三岁开始, 喝苏玉就偷喝酒, 已经百毒不侵, 平平常常, 两斤白酒还是没事的。 两斤也就是六七杯的样子。 而蒋小薇, 因为之前自己都喝了这么多, 所以估计撑不下去多久了。 虽然她真的没有对这个蒋小薇有什么非分之想, 但是, 挫挫她的锐气还是要的。 鉴于蒋小薇是女孩子, 之前又喝了那么多的酒, 所以未聊放话出去, 她喝一杯, 自己喝两杯。 蒋小薇很爽快, 自己拿起一杯白酒先干为敬, 然后拿着空杯晃了晃, 似乎挑衅, 未聊也很干脆, 二话不说, 连续干了两杯。 苏玉拿出一根香烟, 叼在嘴里, 给未聊鼓鼓掌, 然后拿起桌子上的打火机点燃。 可能是因为离霍棉有些太近了, 所以香味的味道飘过来。 霍棉顿时觉得喉咙不舒服, 开始咳嗽起来。 咳嗽第三声的时候, 苏玉悄然无息地将香烟从嘴里拽出来, 丢在地上踩了两脚。 未聊看了看苏玉那小心翼护花的模样, 似笑非笑。 随后, 蒋小薇又拿起白酒, 干了一杯。 未聊随后又是两杯, 战况越发地激烈, 霍棉有些担心蒋小薇的身体, 拉着她的手腕低声说道, 就算输了也不能喝了, 他们是我的朋友, 不会真的为难你的。 我没事, 不用担心。 蒋小薇给了霍棉一个自信满满的眼神, 然后拿起第三杯白酒, 咔了一下再次干掉。 未聊有些难受, 因为一口一杯这么干, 一般人都受不了。 更何况, 她要比蒋小薇多喝一倍的量呢? 所以, 她犹豫了一下, 然后连续又喝了两杯。 到现在为止, 蒋小薇连续喝了三杯, 而未聊则喝了六杯。 六杯其实也不算特别多, 但是要命的是连续喝杯的话, 还是很厉害的。 酒精的强度冲上大脑, 顿时, 未聊也感觉有些晕晕乎乎。 她以为三杯白酒足以撂倒蒋小薇了。 哪知道, 蒋小薇再次提起了第四杯, 一口干掉。 未聊滑动了一下喉咙, 里面散出来浓浓的酒精味, 但是她还是强忍着又连续干了两杯, 说实话, 第二杯下肚的时候, 她已经有些要吐了。 但是男人都是要面子的, 所以她强忍着。 苏玉看出了未聊到了极限, 但是看蒋小薇, 她显然也不行了。 满脸涨红, 全是酒精味。 但是就算这样, 蒋小薇还是不服, 缓缓地拿起了第五杯, 在大家的注视下, 慢慢地喝下去, 豁免都不忍直视了。 未聊看见她喝下第五杯后, 顿时起身, 美女, 我服了, 你说吧, 我是要先从楼下跑, 还是楼上跑? 很显然, 未聊已经服输, 因为再喝的话, 不紧吐, 可能直接酒精中毒就住院了。 她宁可裸奔, 也不能不要命吧。 蒋小薇得意一笑, 随意, 反正只要穿着内裤就行。 未聊随后转身就出去了, 她总不能当着两个女人的面拖吧。 虽然这个要求荒唐至极, 但是谁让她是爷们呢, 必须说到做到。 苏玉不放心, 也跟了出去。 蒋小薇捂着嘴巴, 冲到卫生间, 一顿狂吐。 你没事吧? 你也够厉害了, 没见过你这么能喝的, 简直酒神。 霍眠一边拍着蒋小薇的后背, 一边感叹。 其实我作弊了, 哈, 我喝酒之前, 早就喝了醒酒药。 蒋小薇神秘一笑。 难怪, 霍眠这才恍然大悟。 看来未聊精明一事, 也还是避免不了被人玩一次。 蒋小薇吐完之后, 整个人好多了, 霍眠搀扶着他, 两人走出去。 未聊真的是说到做到, 穿着一个白色的平脚内裤, 从楼上跑到楼下, 惹得服务员和客人都那个眼神看。 还好苏玉跟着他, 没有人敢多说什么, 因为不敢得罪太子爷。 苏玉这个随友也是醉了, 拿着手机边拍边说道, 哈哈, 等你以后结婚了, 婚礼当天就放这个VCR, 一定劲爆至极。 滚你大爷的, 未聊骂道, 唐川在角落里跟辣妹XXO回来后, 看见这场面也是醉了。 我只不过出去了半小时,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唐川傻眼, 你未爷, 跟美女打赌喝酒, 输了穿内裤跑圈, 结果装逼装大了, 输了, 所以就这样了。 苏玉三言两语, 概括了全部。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美女在哪里呢? 我要谢谢她替我们出气。 唐川仰天长笑, 因为从小到大, 他们几个喝酒, 没有人能喝过未聊, 哪怕是苏玉, 也不是对手。 今天居然栽倒在了一个女人身上, 真是天意呀。 那边呢? 苏玉朝着霍眠和蒋小薇的方向说道, 唐川看了眼, 有些疑惑。 嗯, 怎么这么眼熟呢? 哦, 我想起来了, 那个测岩沙。 哈哈, 原来她是霍眠朋友啊, 难怪会在南区。 唐川更加兴奋不已。 什么测岩沙? 苏玉听得一头雾水。 随后, 唐川巴拉巴拉将那天的事情学了一次。 苏玉笑了笑, 你俩真有才, 让你们装逼, 这回碰见对手了吧? 你俩能不能安静点? 不说话能死吗? 魏辽一边慢跑, 一边黑着脸骂道, 霍眠搀扶着蒋小薇在一旁看着。 蒋小薇本来很郁闷的, 但是忽然被魏辽逗得心情大好。 她忽然心生感慨道, 霍眠, 你知道吗? 自从我回国后, 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我们家劝我, 说女人年纪大了, 就不好找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 别挑剔了, 就嫁了吧。 她们那么巴拉巴拉的时候, 我一般情况下会说, 我要是嫁人, 要么图钱, 要么图人, 两样都图我不敢奢望, 毕竟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但是如果人不怎么样, 钱还没有, 那么对不起, 我嫁给他难道是要跟他生孩子玩过家家吗? 我又不是活星号星号, 谁他们五行缺JJ, 谁就去嫁吧, 我祝他们生活幸福。 哈哈, 你的回答好给力, 霍眠笑得不行。 是啊, 那时候我以为我能坚持下去的, 可是最终还是不能免俗, 也许一周后, 我真的要订婚了。 蒋小薇落寞地说道, 小薇, 你以前也没有深爱过什么人吗? 霍眠好奇地问道, 幼儿园里班长和我两人一起吃棒棒糖, 你一口我一口, 这算不算爱情? 蒋小薇说完, 她和霍眠两人相视而笑, 似乎都明白彼此。 我很羡慕你, 你有情楚, 你有青梅竹马的少年时代, 长大了还能在他身边继续任性,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幸运的, 这个世界上, 不如意的人还是那么多。 我相信坚持的人中会得到幸福, 只要自己不说放弃。 霍眠认真地说道, 这时, 魏了满头大汉跑过来看着蒋小薇说道, 美女, 答应你的我都做到了, 给个微信呗, 想要我微信, 可以啊, 完全没问题。 蒋小薇笑了笑, 露出招牌的小虎牙, 魏了心里总算得到一丝安慰, 今晚没白饭虎。 不过, 你要再喝两杯酒。 蒋小薇的话说完, 魏了立刻冲到身后的洗手间, 大吐特吐。 她现在只要听见酒字, 就基本上崩溃, 周围发出狂笑, 蒋小薇随后拉着霍眠, 走吧, 回家睡觉咯。 霍眠默默地跟在她身后, 等一下, 苏玉在身后追来, 干嘛? 霍眠回过头, 你就这么走了, 都不跟我说个再见吗? 苏玉矫情地问道, 再见, 说完, 霍眠继续跟着蒋小薇身后, 苏玉那哀怨的眼神看着他们远去, 要多哀怨有多哀怨。 你有时候其实挺怂嘛, 不就是泡个妞吗? 你就应该直白点, 你看看我, 刚才跟那个妹子XXO时候, 我就直接跟她说, 我想干你, 厕所走起, 然后妹子乖乖地跟我去了。 唐川劝着苏玉, 然后看见苏玉投来那要杀人的目光,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跟他们太敌似的, 看见什么都想干一下。 说完, 苏玉鄙视地看了唐川一眼走了, 嗯, 这句话噎得唐川彻底没辞了, 不过仔细想想, 苏玉说的竟然很有道理, 自己那几只太敌, 平时黏人不说, 确实看见什么, 都想弄一下, 爱马, 好屋啊。 苏玉爆出这么黄的段子, 大家以后还能不能愉快地养太敌了? 未聊回包房, 找出衣服裤子穿上, 然后淡定地和苏玉等人走出内湖, 好在他根本不顾及别人的目光。 今天的事, 谁要是传出去, 杀无赦。 苏玉够仗义, 下了追杀令, 无论是服务员还是看客, 都不敢多说一个字。 他们都知道, 这只是上流社会的一个恶作剧而已, 你要认真, 你就输了。 霍绵搀扶着蒋小薇下来的时候, 她突然停下脚步。 小薇, 我老公车在那边, 我们先送你回家, 这样安全一些。 不用, 我自己能开车。 不行, 酒驾很危险的。 霍绵立刻变了脸, 坚决不同意蒋小薇开车。 那我打电话让我家司机来接, 总可以吧。 蒋小薇无奈地笑了笑, 可以, 我就在这里等着, 等你家司机来, 我再走。 嗯, 那我还是坐出租车走吧。 见霍绵要等自己, 蒋小薇于心不忍, 于是打算坐出租车, 霍绵见她执意如此, 也不坚持。 两人告别了之后, 霍绵钻进麦巴赫的副驾驶。 老公, 跟着前面的出租车, 我要确保她安全到架。 霍绵指了指前面, 秦楚点点头, 放下手中的笔记本, 启动车子。 蒋小薇是那种外形就很甜美的女孩子, 所以经常被人搭讪。 她上了车后, 坐在了后排。 开车的司机是一个中年大叔, 微胖, 小眼睛。 她在倒车镜里偷瞄了几眼, 发现是个美女, 所以立刻不安分起来。 美女, 你多大了? 三十八, 蒋小薇淡定回答。 不可能啊, 你看着也就像十七八岁, 哈。 司机奉承道, 是啊, 我死的那年是十八, 如今过去二十年了, 今年正好三十八, 然后扫荡各个十字路口, 准备弄点钱花。 司机一听, 立刻吓得脸色惨白, 还以为遇见鬼了呢? 蒋小薇笑出了声, 笑声越发的渗人。 司机满头大汗, 一脚油门停车, 然后开门就跑了, 吓得屁股吊流。 蒋小薇冷笑一声, 就他们这点胆, 还敢撩妹, 怎么不吓死你个二臂呢? 随后, 蒋小薇走下车。 什么情况? 老公, 你快停车。 霍棉看见出租车停了, 然后蒋小薇下车, 还以为她出了什么事, 立刻下车查看。 碰见一个二货司机, 被我吓跑了, 只能坐你家车了。 快上来吧。 霍棉拉着蒋小薇上了自己的麦巴赫。 一上来, 霍棉立刻介绍, 我老公秦楚, 老公这是我朋友蒋小薇。 幸会, 秦总。 你好, 秦楚淡淡地点头示意, 随后一路上都不怎么说话, 一直将蒋小薇送回了蒋家。 你们快回去吧, 我们回头联系。 蒋小薇捏了捏霍棉的脸, 然后转身回了家。 这女的, 什么时候和你做朋友的? 回来的路上, 秦楚缓缓问道, 呃, 不长时间吧, 我是因为要给霍棉治病, 所以认识她的, 她是很有名的心理学博士。 我知道, 你认识她, 霍棉有些意外。 不认识, 但是知道这个人, 你知道她快订婚了吧? 秦楚忽然话锋一转, 连这个你都知道。 霍棉有些不可思议, 自家老公是不是神机妙算啊? 因为, 她要订婚的那个对象, 是高然的表哥。 啊? 霍棉这下有些蒙圈了? 高然姑姑家儿子, 做环保的, 挺有头脑的一个人, 高然昨天刚跟我吐槽完, 说她表哥要闪订婚了, 而且对方是个白富美。 这要瞧, 原来如此, 霍棉恍然大悟。 蒋小薇这人, 在明媛圈算是低调, 没什么绯闻, 只是人很奇葩, 他能和你做朋友, 不得不说你有什么地方让他欣赏了。 秦楚分析着, 霍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他说我跟他有点像, 脾气都是那种怪怪的。 而且, 我喜欢不按常理出牌, 霓阳的并不好治, 但是我剑走偏锋, 用了别的办法, 他之前也给霓阳催眠, 但是都失败了, 我觉得,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嗯, 秦楚点点头, 不再多说什么。 回到家的时候, 后面忍不住地连续打了三个喷嚏, 秦楚心疼地将客厅的宝毯子, 给他披上。 出去得太着急了, 都没穿外套, 可能是着凉了。 嗯, 太冷了。 霍棉披着毯子, 坐在了沙发上, 秦楚默不作声地转身进了厨房, 几分钟后, 一碗红糖浆水端上来。 趁热喝了吧, 屈寒, 谢谢老公。 霍棉幸福地笑了笑, 接过糖水慢慢地喝着。 秦楚这样傲娇, 冷情, 事不关己的一个人, 只有面对霍棉的时候, 才会不吝啬所有温柔。 她可以在车里等她一小时, 可以在听到苏玉去见她的时候, 依旧淡定相信她。 可以在她要求跟着蒋小薇的出租车时候, 一声不吭。 可以在她回来着凉的时候, 进厨房冲糖水。 她对她总是无限地付出, 为的也只是不让心爱的人受一点点委屈。 清晨两人各自去上班, 霍棉早早地就给蒋小薇发了一条微信, 但是迟迟不见她回信。 一直到中午的时候, 蒋小薇才回了一条语音, 我昨晚好像喝断片了, 失忆了。 哈, 那你都记得什么? 就记得你去找我, 后来怎么回的家, 都忘记了。 蒋小薇捂着头, 只觉得疼得受不了。 那你和魏辽打赌的事情, 不记得了? 谁是魏辽? 蒋小薇一脸的猛逼, 霍棉也是醉了, 这要是魏辽知道, 估计都会郁闷死吧, 又是喝吐, 又是裸奔跑圈。 可是人家蒋小薇, 压根就不记得她的存在。 哈, 算了, 有空我再和你闲聊, 我先忙。 好, 霍棉忙完手头的工作, 刚要去餐厅吃饭, 就在办公室, 门口看见了魏辽, 竟然没有苏玉的身影, 看来是一个人来的。 霍棉, 我给你送午餐来了。 魏辽笑着递过时和, 我和你有什么交情吗? 霍棉觉得, 自己和魏辽, 简直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好吗? 和苏玉还能说得过去, 可是魏辽送午餐, 这是什么节奏? 李记的蟹黄包很好吃, 你趁热吃, 你能先告诉我,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再看看我可不可以吃。 霍棉简直太了解这种无视线殷勤的套路了, 就连他家秦大人都不能免俗。 那个, 嗨嗨, 魏辽倾壳了一声之后, 压低了声音说道, 蒋小薇的微信你有吗? 你想泡他? 霍棉问得如此直白, 让魏辽一脸的尴尬。 哈, 不要说得那么直接好吗? 魏辽倾笑, 微信我有, 不过, 不过怎样? 看霍棉欲言又止, 魏辽怯切切地问道, 不过, 他可能一周后要订婚了。 订婚? 这个消息简直是给魏辽当头一棒啊。 行走江湖多年, 好不容易遇见一个让自己感兴趣的女人, 本以为自己可能要脱单了。 但是, 霍棉说他要订婚的时候, 魏辽简直都要抓狂啊。 一颗心直接啪叉一声, 跌到了谷底。 所以, 我觉得你要他微信, 好像也没什么用了。 霍棉补充道, 那也加上吧, 没准大家以后做朋友也好。 好吧, 那你看看他家不加你吧。 霍棉觉得, 蒋小薇依旧也不想订婚, 还不如给魏辽一个机会。 万一两人要看对眼呢? 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是可能发生的。 魏辽扫了一下二维码, 加了蒋小薇。 可是等了半天, 那边也没通过。 没加我, 估计是没看见微信。 魏辽自己嘟嚷着, 霍棉很想告诉他, 他才跟蒋小薇发完微信, 但是实在不忍心再错他一次。 谢了, 霍棉, 你快吃饭吧, 我先走了。 拿到蒋小薇的微信后, 魏辽开着跑车离开。 霍棉坐在办公室, 吃着魏辽送来的大餐, 心想着昨晚的事情, 还觉得蛮好笑。 想来, 蒋小薇这姑娘也是一个女汉子, 硬是跟魏辽拼酒, 拼得她只剩一套裤衩。 饱餐了一顿之后, 霍棉有点想秦楚, 发了一条微信过去。 秦大人, 吃饭了吗? 半晌不见回信, 看了看这个时间, 他应该是在午休的才对啊。 霍棉按耐不住, 打了电话过去, 很久都没有人接, 等他正打算挂断的时候, 那头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喂, 你好, 这不是秦楚的手机吗? 霍棉有些傻眼, 怎么会是一个女人接的? 他都从来不替秦楚接电话, 因为生意上的事情, 他也不想掺和。 他在吃饭, 手里, 在我这里。 女人的声音很清脆, 霍棉隐隐觉得有些耳熟, 随后忽然想起来, 然后试探地问道, 江灵月? 请问你是哪位? 江灵月故意问道, 霍棉其实也不是故意要记得江灵月的名字, 只是上次自己去公司化解危机的时候。 召开的高管会议上, 江灵月这个女人一直跟自己唱反调, 后来自己请来了墨璇和倪阳之后, 啪啪打了她的脸之后, 她才笑停。 公司女员工对秦楚的心思, 她都能理解。 毕竟自家boss, 那么帅, 又有钱又有盐, 谁是女人谁不喜欢。 但是江灵月能接秦楚的电话, 这一点, 让她非常非常的不爽。 而且, 女人还故意问道, 你是哪位? 秦楚从来不存任何人电话号, 脑子里能记下几百个客户的号码。 但是霍棉在秦楚的手机里, 永远是第一位, 存的昵称是爱琪。 她不相信江灵月眼瞎看不到, 只能说这个女人开始跟她玩心机呢。 我是谁你不知道吗? 霍棉冷冷地反问。 呵呵, 真好笑,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江灵月也是敌意满满, 你怎么会接秦楚的电话? 霍棉不客气地问道。 她在忙啊? 怎么接电话? 当然是我替接了。 江灵月这句话, 故意有点打声打气。 霍棉低笑了一声, 忽然问道, 你知道网上最近流传的一句话吗? 什么话? 江灵月不明霍棉的意思, 警惕地问道。 不做死就不会死。 霍棉一字一句地说道。 江灵月瞬间黑下脸, 霍棉这个女人, 平时看起来柔柔弱弱, 蛮好相处的。 可是说出的话, 却是这么的力量, 不做死就不会死。 真心是一句很实用的警告。 但是江灵月, 已经没有那心情去听了。 她只想着, 怎么见逢扎针, 破坏情祸的爱情。 呵呵, 是吗? 可是我觉得这人就喜欢做, 一天不做的, 浑身就难受呢。 江灵月笑得也是够贱, 赤裸裸地挑战豁免的耐心。 正在这时, 江灵月听见门外的脚步声, 然后不等霍棉说话, 她啪了一下挂了电话, 然后迅速删除通话记录, 然后又按了关机键。 等她刚把手机放在桌子上的时候, 秦楚推门而入。 刚刚他们开了关于冬季珠宝 发布新品的会议, 期间秦楚被财务总监叫出去, 谈了一些私事。 其他同事也都陆陆续续地去喝水, 去休息。 只有江灵月要走的时候, 却听见秦楚的手机在响。 本来她是打算拿着秦总送去的, 但是一看见来电显得爱欺两个字, 就不自觉地羡慕极度恨, 于是鬼使神差地接了电话, 还和霍棉上演了一场电话撕逼的戏码。 见秦楚走进来, 江灵月立刻拿起手机递过去。 秦总, 您回来得正好, 我正要给您送过去呢, 可能是没电了, 已经关机了。 秦楚没说话, 接过手机看了看, 随后转身就走。 江灵月看秦楚没有什么怀疑, 似乎松了一口气。 霍棉没有再打过去的意思, 因为她基本上已经知道怎么回事。 江灵月这个小表杂, 无疑是趁着秦楚不在的时候, 偷偷接了电话, 还要装作一副 我和秦总关系很亲密的样子, 简直白吃到家了。 霍棉是什么人, 会因此而误会秦楚, 然后生戒地吗? 当然不会。 她相信秦楚, 就好像秦楚相信她一样。 她不仅不会打电话质问秦楚这件事, 还打算暗地里要收拾一下江灵月这个心机表。 上次开幕式的事情没和她一般见识, 本以为她能低调些, 哪知道更张扬了。 所以说, 有些人啊, 就是明显地给脸不要脸。 霍棉以前看到一个规律, 说夫妻吵架, 最忌讳的就是信口开河。 比如, 某妻子说她老公, 你整天大半夜的才回来, 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是不是个隔壁的小兰偷情去了, 小兰那个风骚要你控制不住什么的。 就是说, 不要这么无中生有的去说, 哪怕不是故意的。 因为时间久了, 会前一默化, 给她的老公传递一个信息, 让她自己都怀疑, 是不是跟那个叫小兰的人有一腿。 在后来, 看见小兰的时候, 她会产生微妙的反应。 最后, 明明本不该发生的事情, 可能就发生了。 老公的出轨率明显提高, 这是女人最不明智的地方。 所以, 霍眠不打算跟秦楚提起江灵月这个人, 因为她这种漂亮小丑, 也不配掺和在他们夫妻之间。 另一边魏辽加了蒋小薇, 好久, 也得不到回应, 坐不住了。 又连续加了两次, 还备注说, 你好, 我是魏辽。 终于, 蒋小薇回复了一句, 但是依旧没加她。 只是问, 魏辽是谁? 昨晚和你喝酒打赌的那个。 魏辽汉滴地耐心解释, 昨晚和我喝酒的是我的好友霍眠, 你少来糊弄老娘。 魏辽? 所以, 你是醒酒不认账吗? 魏辽愤慨地问道, 所以, 我有对你做过什么吗? 蒋小薇的反问, 让魏辽顿时语色。 好吧, 你赢了。 魏辽这么多年, 就没碰见过这样的女人, 昨晚差点把她玩残, 今天还厚颜无耻地问她是谁。 她觉得, 蒋小薇跟霍眠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霍眠人家是理性, 知道自己结婚了, 是有夫之夫不搭理苏爷, 但是没装作不认识苏爷呀。 可是蒋小薇绝对是那种吃人不涂骨头的魔女了。 魏辽就在想, 这女人长相甜美得跟日本AV女优似的, 但是为人做事, 真心比人都缺德呀。 这要是上了床, 都不用她不负责, 人家女方压根也都不会承认。 这样的人做心理学博士都可惜呀, 应该去新黄做一姐呀, 可以应对千万媒体。 为了郁闷了, 索性干脆不再去家蒋小薇。 蒋小薇也就忘了这件事。 父母一直催促她去试试订婚宴穿的礼服, 她也磨磨蹭蹭, 不肯下楼。 其实, 她心里的不愿意, 蒋家父母是看在眼里的。 但是, 为了成就女儿的美满婚姻, 她们也不在乎那么多了。 秦楚, 难得下班比较早, 直接开车到了南区, 接上霍眠。 怎么来了? 霍眠看见秦大人, 顿时渺少害羞少女。 接你下班, 然后去老房子那边吃饭, 看看你妈。 哈, 好, 正好智欣今天也在家呢。 霍眠一听, 要回自己家, 心情还是很不错的。 收拾了一下, 下班后, 上了秦楚的车, 将奥迪留在南区的停车场。 两人路过超市的时候, 又下去买了不少晚上要吃的饭菜和水果。 到了老房子那边的时候, 也快到七点钟了。 好在之前给母亲打过电话, 所以一直在等他们吃饭。 姐, 你可回来了, 饿死我了都。 景致心叫嚣, 让人想不到的是, 黄月竟然也在。 他们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对难舍难分的小情侣。 黄月看见霍眠和秦楚, 还是有些拘谨的。 师姐, 你们回来了? 穿着粉色连衣裙的黄月, 毕竟是年轻, 打扮得很粉嫩。 致心是一个暖男, 对姐姐都很好, 更何况是女朋友。 跟黄月在一起, 两人几乎没有争执, 每天都甜甜蜜蜜恩恩爱爱。 朋友圈也是各种秀。 霍眠有些理解不了这种高调, 但是他不会制止, 毕竟每个人所表达喜悦的方式不同。 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霍眠在超市买了吃火锅的食材。 五个人坐在院子里的大树下, 开始围起来, 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 杨美荣对秦楚 也不再有那么显而易见的敌意, 偶尔还会说一句, 你多吃点一点。 谢谢伯母, 秦楚有些受宠若惊。 先不说杨美荣这女人为人怎么样, 但是至少她养育了霍眠二十几年。 而且并没有因为霍眠是女儿, 她就偏心, 只喜欢儿子, 不喜欢女儿。 这一点大家都没觉得, 除了嘴巴有时候有些坏, 心地其实是好的。 不然怎么会对霍正海那个老贼 一次次的欺骗。 说白了, 杨美荣其实是个傻白甜, 年轻时候没有心机, 不会玩套路, 所以就算生了孩子, 还是输给沈佳妮那个绿茶表白莲花。 姐你走红毯那天, 造型好酷。 吼吼, 还是小月先认出的, 我一眼都没敢认。 景志欣笑嘻嘻地看着姐姐调侃, 臭小子最近皮痒了是不是, 敢调侃你老姐。 不是调侃, 哈, 姐, 你真心是奇葩呀, 居然, hold住那个烟熏妆, 而且气场一点也输给那些明星, 不知情的媒体, 当时还以为你是GK签约的新人呢, 对着你狂拍, 哈哈, 笑死我了。 黄月也笑道, 师姐虽然不是大美人, 但是气质没得说, 而且比较能控肠, 反正我是喜欢她这种的, 若不是师姐学了医, 去做明星, 肯定也能红的。 你们两个呀, 都是自家人, 就少拍马屁了吧, 我谢谢你俩, 别挖苦我就行。 霍棉含着筷子, 笑看这两人一唱一和, 至心, 你可别跟你姐没大没小的, 自己是孩子, 但是你姐可是结了婚的人, 不能没头没脑的闹, 你姐夫还在呢。 杨美荣看着儿子教训道, 没事的, 伯母, 我都习惯了, 至心其实对小棉很好, 秦楚难得看见这么温馨的场面。 期间, 青菜不够了, 霍棉起身去洗菜, 至心也悄悄地跟了过来。 姐问你个事, 说, 你又饱饱了没呢? 霍棉, 这是自己都没着急, 似乎至心比她还要着急呀。 你老是问这个干什么? 霍棉看着至心莫名其妙。 哈, 我是替妈问的, 她总是打电话问我, 但是这种事除了当事人, 我怎么会知道啊? 放心, 有了一定告诉你们。 好, 嘿嘿, 我也期望做小舅舅呢。 至心吐了吐舌头, 你还小? 你都十九了? 那我也是孩子。 嘿嘿, 过来, 我问你一件事。 现在轮到霍棉反问了。 什么? 你和小月, 有没有那个? 霍棉不好意思问出口, 但是至心瞄懂啊? 顿时就回答, 姐,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以为谁都像你那么清纯, 想的那么简单, 爱情可不是牵牵手那么简单的, 我们当然在一起了, 本来还计划等我大四实习的时候, 就搬出去和她一起住呢。 那你可注意点啊, 别让小月怀孕, 毕竟你们现在还小, 要的话压力太大, 不要的话, 打胎会伤女孩子身体。 知道了姐, 我们都有措施的, 你放心。 景志心拍了拍姐姐肩肩膀, 胸有成竹地说道, 霍棉也是醉了, 她的弟弟才十九岁而已, 可是说起话来, 竟然是那么的老练, 是不是自己想得太少了? 还是把志心想得太纯洁了? 吃完饭的时候, 黄月在打扫院子, 秦楚和志心坐在院子里喝茶, 霍棉进厨房帮母亲刷碗。 妈, 以后你有什么直接问我就好, 别给志心打电话, 她毕竟是个男孩子, 总问我有没有宝宝多尴尬, 哈哈。 霍棉撒娇地笑了笑, 你呀别那么没心没肺, 跟我似的, 既然有福气架豪门, 就好好计划一切, 不生孩子是不行的, 男孩女孩都好, 也不能不要孩子。 我知道啊, 我没不要, 是暂时真的没有。 霍棉一脸的无辜, 你体格单薄了点, 哪天找个靠谱的中医看看, 是不是体寒, 多吃点中药调理一下。 霍棉哭笑不得, 妈, 我就是学医的, 我懂这个, 我不怀孕不一定是因为我有病, 而是怀孕这个东西, 其实很神奇, 精子和卵子的结合没有想得那么简单, 其实受孕是一个极其繁琐复杂的过程。 哎, 算了, 说了你也不懂, 霍棉本想跟母亲好好解释一下, 可是说了几句专业知识, 母亲也没兴趣听, 干脆就不说了。 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过来, 妈, 这些钱你拿着, 怎么又给我钱啊, 我不缺钱。 杨美荣不肯接, 妈你放心, 这些钱不是勤家的, 是我自己赚的工资而已, 我现在不缺吃喝, 要这些钱也没什么用, 你现在开小店, 有时候生意不好, 你都不舍得吃, 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 我们都长大了, 你该是享福的时候了。 不管杨美荣说什么, 霍棉就是把信封塞在了母亲围裙的兜里, 里面有两万块, 霍棉也不敢给母亲太多, 因为给多现金, 她也是不花, 放在家里也不安全。 好吧, 那这些我都给你存着, 以后你用我再给你拿出去。 我不用的, 你就当生活费吧, 妈, 你要是想回老家的话, 我哪天请假, 陪你回去一次。 霍棉隐约地记得, 母亲又有好几年没回老家了。 不回, 回去干什么, 你外公外婆都不在了, 只有那几个毒鬼舅舅, 他们看见我就是要钱, 除了钱没别的, 前一阵你就妈看见, 你上了电视采访, 还给我打电话过来, 说你架了豪门, 也想让你给他家秀灵 找个好对象呢, 被我给拒绝了, 你就妈那种人, 我可不想搭理他。 弄不好就惹了一身骚。 好吧, 不过您若是回老家, 记得告诉我, 我陪您。 嗯, 不回去了, 以后你和志欣在哪, 哪里就是我的家。 杨美荣一边洗碗一边说道, 妈对了,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什么事? 听说, 我赶刚出生不久, 霍正海要做DNA, 是景叔叔抱着我去的。 嗯, 那时候我还没出月子, 也没空管那些。 那都证明了我是他女儿, 他就没说什么吗? 霍眠试探地问道, 给了一笔钱, 大约有二十万的样子, 我哪稀罕他的臭钱啊? 直接让你景叔叔给退回去了, 从此不相往来。 哦哦, 霍眠若有所思。 怎么了? 好端端的, 怎么问起这个了? 杨美蓉看着女儿有些好奇。 没什么? 哈, 突然想起来, 当年我的事情闹得挺大的, 还做了DNA, 想来霍正海那么谨慎的人, 确实该做DNA的。 是啊, 他呀, 老狐狸一只。 随后, 霍眠不再说什么, 洗碗之后, 从厨房走出来。 时间不早了, 老公我们回家吧。 好, 秦楚优雅起身。 姐夫, 我这次放假, 就先去你们那里基层实习啊, 你别忘了。 好, 秦楚点点头, 随后二人和母亲告别, 走出了老房子。 你又打听知心什么了? 没什么。 你不要太惯着他。 霍眠嘱咐道, 我知道。 老公, 有一件事很奇怪, 你帮我分析一下。 车里, 霍眠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事情, 决定跟秦楚分享。 好, 你说。 我不是霍正海的女儿, 这事是肯定的了, 可是当年据说 景叔叔抱着我去找霍正海做过DNA, 还确定了我是他的女儿, 当时霍正海还给了20万抚养费, 我妈没要, 让景叔叔退给了霍正海。 你想问什么? 秦楚边开车边说道, 我想问, 景叔叔瞒着我的身世, 还瞒过了霍正海, 到底是为了什么? 可能他不想揭穿这件事的真相吧。 秦楚缓缓说道, 霍眠点点头, 不仅如此, 我怀疑我妈退出去那20万, 景叔叔也没给霍正海, 而是给了做亲子鉴定的医生。 秦楚接话, 聪明, 我就是这么想的, 这样就能说得通了, 景叔叔处心积虑隐瞒下我的身世, 联合了做亲子鉴定的医生, 糊弄了霍正海, 所以霍家并不知情, 哦, 不对, 不能说霍家都不知情, 我觉得, 霍思谦可能知道我的身世。 霍思谦, 秦楚听到他的名字, 就极为不舒服。 嗯, 他怎么会知道? 我不确定, 只是有一种感觉, 他好像知道很多事情的样子。 霍眠煮着下巴缓缓说道, 这个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总之, 霍思谦那个人, 避而远之比较好。 我知道, 霍眠点点头, 到了家里的时候, 霍眠本想和秦楚一起吃点小零食, 看看泡沫具什么的, 但是他接了一个电话, 又开始忙起来。 老婆, 我去书房开视频会议。 好, 你不要等我, 你困了先睡。 好, 霍眠乖乖点头, 秦楚刚要上楼, 忽然停下脚步说道, 对了, 老婆, 下个星期我们GK三十周年酒会, 在利斯卡尔顿举行, 很隆重, 有一个盛大的晚宴, 你要是想邀请朋友的话, 提前跟小杨说, 让他给你安排名单。 嗯嗯, 霍眠点点头。 随后, 秦楚进了书房开始忙, 霍眠则写了早化的睡衣, 在床上玩着微信。 林姐, 你最近很忙啊, 什么时候出来吃饭? 你林姐最近非常现呢? 奶奶腿的, 乘务长可能看我太漂亮, 将我的年假一拖再拖, 就是不签字。 害得老娘要连续上班, 也没空出去嗨皮。 哈, 都有忙的时候, 现在天气变冷, 是你们航空公司的旺季, 很多我们北方人会因为怕冷去南方的。 那是这一天天的, 喝口水功夫都没有, 不想干了, 等老娘架了豪门, 直接辞职, 跟你一样天天住豪宅, 开豪车, 炮身好。 扑你不要胡说, 我什么时候炮身好了? 霍眠简直要被这个女人气吐血。 哈哈, 对, 不是你炮苏玉, 是苏玉想炮你。 朱玲玲笑道, 你以为我是茶叶啊, 想炮就炮。 霍眠回道, 哈哈哈哈, 别哈哈哈哈了, 你和高燃最近什么情况? 没情况啊, 你骗我是三岁小孩啊, 我不信。 哈哈, 真没有情况。 哼, 你不说, 我可让我家秦大人去拷问高燃了。 别别别, 其实我俩就前几天刚吃了一顿饭, 他请的, 就是说成熙那边新开了一家烤猪蹄, 我俩就去了。 朱玲玲心虚的说道, 吃完了烤猪蹄呢? 霍眠继续逼问, 吃完了烤猪蹄, 当然是各回个家, 各找个妈。 不信, 哈哈, 真的, 你不要多想了, 我俩纯的就跟乙纯似的。 哼, 乙纯可不纯, 那是酒精。 朱玲玲, 大姐, 你别问了好吧, 要是有情况, 我肯定告诉你。 你不说就算了, 这几天, 我打算把那个林雪娇约出来, 跟高燃吃饭, 让他俩复合。 霍眠故意说道, 卧曹, 你敢。 朱玲玲立刻不淡定了。 看吧看吧, 就知道你心里有鬼。 你可折磨我了, 我承认我有点喜欢他, 还不行吗? 但是你可别说啊, 他不表白, 我是绝对不会表白的, 就憋着, 看谁能憋疯。 朱玲玲傲娇地说道, 好吧, 你这个想法也真是奇葩。 霍眠一脸无奈, 跟朱玲玲闲聊完, 霍眠泡了一杯咖啡, 给秦楚送去。 秦楚正在开视频会议, 对面有十几个高层。 霍眠一眼就扫到江陵月也在, 所以故意把咖啡放在一边, 然后搂着秦楚的脖子撒娇道, 老公, 我不敢一个人睡, 你别开会了, 陪我吧。 看着少夫人跟大boss撒娇, 视频那头的高管都凌乱了, 江陵月整个人都不好了。 秦楚宠溺地回过头, 看着霍眠哀怨的眼神, 顿时心疼不已, 于是转过头说道, 今天就到这里吧, 辛苦大家。 高官们再一次哗然, boss开会正开到关键点, 可是只因为少夫人撒个娇, 立刻就要终止会议, 要不要这么任性啊? boss, 我们正说到关键点上, 你还没交代清楚, 酒会那天抽奖部分的具体环节, 是否用我们自家的珠宝, 还是引用现在意大利的OW品牌? 江陵月不甘心, 试图用工作的事情绑住秦楚, 只听秦楚冷冷地, 扫了视频镜头那些人一眼说道, 如果所有细节都让我来敲定, 公司还要你们这些高管做什么? 大家顿时语色, 没有人再敢说话, 秦楚伸手趴地关闭了视频, 一点都没有犹豫, 老婆, 抱歉, 下次我争取白天处理完, 晚上不忙工作了。 秦楚一脸歉意地看着霍眠, 说实话, 霍眠真的被感动得不行, 她只是想稍稍刷一点小手段, 跟江陵月那个心机表示威一下领土权, 但是没想到秦楚真的这么惯着她, 连这么重要的会议都终止了, 她自己都觉得有些愧疚, 会不会太胡闹了? 老公, 要不然你继续开会吧, 我可以坐在这里陪着你的。 霍眠劝道, 不行, 太晚了, 你明天还要上班, 不能熬夜, 我们走吧。 秦楚搂着霍眠的肩膀, 两人走出书房, 老婆你饿不饿? 秦楚忽然问道, 霍眠摇摇头, 其实她都困了, 若不是扫到了江陵月, 也在那边开视频会议, 她是打算给秦楚冲杯咖啡, 就回去睡觉的, 可是那个女人在, 她就只有上演了一场撒娇大戏, 没想到秦楚那么给力, 二话不说, 立刻关闭视频会议, 简直把她宠上天的节奏啊。 另一头boss这边, 已经关闭摄像头, 其他几个人还都在, 江总监, 你也是, 秦总宠夫人是出了名的, 你何必去撞那个枪口? 有人感叹道, 江陵月冷冷地说道, 如果邵夫人真的爱秦总, 就不该干涉我们公司的事情, 这叫什么? 烽火系诸侯吗? 她这么胡闹下去, 我们GK早晚会败在她的手上, 红颜祸水而已。 泽泽, 这话你可别让总裁听见, 不然分分钟吵你鱿鱼,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也都休息吧。 高官们陆陆续续地下线, 江陵月关闭了电脑, 气得够呛, 因为她准备了不少材料和细节, 本来打算要跟boss好好炫耀一番的, 可是还没来得及表现, 都被霍眠也搅合了。 霍眠, 我们来日方长, 别人怕你, 我江陵月不怕你。 江陵月把准备好的资料都揉成团, 狠狠地丢进垃圾桶, 宽大的床榻上两人相拥入眠, 秦楚搂着霍眠, 就好像搂着一个孩子一样。 老公, 你以后也会对我这么好吗? 霍眠搂着秦楚的脖子问道, 当然, 一直都会吗? 会秦楚毫不犹豫。 那下辈子呢, 如果我们过了望川河, 喝了孟婆汤, 你还会记得我吗? 老婆, 你今天怎么这么伤感? 秦楚笑着轻抚霍眠的秀发, 不知道啊, 就是突然有感而发。 霍眠低声地喃喃着, 她的老婆一直都很理智的, 很少跟小女孩一样, 问这种前世今生的幼稚问题。 不过她还是愿意很配合地回答, 就算喝多少碗汤, 我都不会忘记你。 霍眠搂着秦楚的腰, 又紧了紧, 她忽然很害怕跟秦楚分离。 最好日子就这样一直过下去, 可以有吵吵闹闹, 可以有冷战误解, 但是不要再有分离了。 虽然秦楚走的那几年, 她表面上装得无所谓, 已经放下, 但是只有她自己知道, 从未放下。 包括跟宁志远交往的那几年也是一样的, 就因为她太平静了, 所以根本就没走心。 答应跟宁志远结婚, 也是因为知道自己跟秦楚无望, 直到王者归来。 她无论用多么残酷的方法让她回到她的身边, 却都只是因为深爱着她。 在美国的七年, 她忍受着漫长的孤寂和思念, 只为了回国后, 更跟她正式结为夫妻。 娶霍眠, 是年少时候就计划好的梦想, 也一直从未放弃的。 跟霍眠在一起的时光, 她永远都是加倍珍惜的。 因为时光在流逝, 她们都在变老。 她不想浪费一分一秒。 霍眠在秦楚的拥抱下, 安然入睡。 秦楚在她额头上轻轻一吻, 小眠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帮你找到你的父母。 次日清晨, 两人吃完早餐, 秦楚开车将霍眠送到南区, 然后自己去了GK。 霍眠一到南区, 就忙得晕头转向。 自从医院改革后, 貌似人气比之前忘了N倍。 有些病人甚至病好了, 还赖在这里不肯走, 哪怕是烧钱。 真让霍眠有些无语了。 这时, 霍眠手机响起。 霍眠姐, 我在VIP催眠室等你。 是霓阳的声音。 OK, 我马上到。 霍眠随后交代了几句后, 上了顶楼。 霓阳依旧戴着墨镜口罩, 坐在那里, 气色已经好多了, 不再有发青的眼眶和暗黄的皮肤。 霍眠姐, 最近几天怎么样? 还好, 睡眠好多了, 以前一天睡不到四小时, 现在可以睡六个半。 六个半也不够, 正常人睡眠是八小时, 你还是要努力。 霓阳点头, 嗯, 我知道, 还有, 活影我看完了, 真的超级好看, 看得我泪流满面的。 喜欢看就好。 还有没有别的动漫介绍一下? 呃, 灌篮高手手, 虽然片子有些老, 但是这里的精神很值得学习。 OK, 今天回去我就下载, 你也别老顾着玩, GK那边没开始推广吗? 有啊, 你家秦大人很给力, 除了给我和墨璇定制了一个贺岁大片外, 还给我单独拍了一个科幻片, 还有好几个好莱坞巨星搭戏, 不过我最近档期太满, 英子节已经给我排到三个月后了。 那就好, 你也别太累了, 明星不一定接戏多就好, 一定要接有质量的, 少接烂片。 知道知道, 最近有见过那个人吗? 霍绵忽然问道, 尼扬本来的好心情瞬间跌倒谷底。 没有,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他, 关于你们这件事, 有时间我会帮你理理头绪, 对了这个维生素你拿着, 没事吃点, 增强抵抗力的。 霍绵从白大褂里拿出一瓶维生素, 谢谢霍绵姐。 行了, 你跟我就别客气了, 有事打电话。 嗯, 送走了尼扬之后, 霍绵刚要去查房, 就看见蒋小薇来了。 霍绵, 你过来一下。 蒋小薇摆摆手, 神神秘秘地将霍绵叫到了一边。 怎么了? 霍绵压低了声音问道, 未聊是谁啊? 霍绵, 你干嘛那个表情? 蒋小薇好奇地看着霍绵, 你喝多了好可怕, 居然真的会失忆。 霍绵盯着蒋小薇一字一句地说道, 嗯, 我是漏掉了什么重要的环节吗? 蒋小薇那天确实喝袋了, 哪怕吃了醒酒药, 但是喝那么多, 还是很要命的。 别看在魅狐的时候假装清醒, 回到家, 往床上一在, 基本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第二天中午起来的时候, 看着自家天花板还在转呢, 一天基本上没吃东西, 因为全是酒味, 害得她紧锁房门装定, 就怕父母知道她这个样子会疯掉。 蒋小薇的父母都是知名教授, 书香门第, 对她期望很高, 家规也比较严格。 所以, 蒋小薇私下这么叛逆, 她爸妈还真不知道, 看蒋小薇真的是忘记了。 霍绵将她拉到办公室, 然后一五一十地将那天的经过都说了一遍, 哈, 我居然做出那种事, 你以为呢? 你喝多了还是很没有人性的。 霍绵感叹, 难怪那个叫卫聊的一遍遍加我微信, 我以为是骚扰我的。 霍绵, 对了, 那天的事你有录视频吗? 他裸奔一定很好玩吧? 我哪敢, 卫聊不得砍死我呀, 这么没有节操的事情只有苏玉做得出来。 霍绵依稀地记得, 那天苏玉好像幸灾乐祸地录了视频, 其他人借几个胆子也不敢录啊。 是吗? 苏玉有录, 哈, 那我回头去找苏玉要去。 你认识苏玉吗? 霍绵有些惊讶。 不认识啊, 你不是认识吗? 蒋小薇一脸的理所当然。 霍绵, 我认识, 我也跟她没什么交情了。 再说了, 我家秦大人要是知道我私下跟苏玉有交集, 会吃醋的, 我不能做那种让我家秦大人吃醋的事情来。 好吧, 那我自己搞定。 说完, 蒋小薇起身要走。 诶, 那个订婚的事情还靠谱吗? 鬼知道呢。 暂时就让他们安排去吧, 到那天, 我去不去, 也是要看心情的。 说完, 蒋小薇转身走了, 都说霍绵任性, 霍绵觉得自己跟蒋小薇一比, 简直都是信号信号啊。 这个女人连订婚都没想到, 还打算随时放鸽子节奏。 高燃的表哥, 他必须要保重啊。 看来, 霍绵下班的时候, 因为是周五了, 今天要和秦大人回南山古堡的。 所以, 他很有积极性地先去了GK。 最近, GK为了忙30周年的事情, 全部都在加班, 很隆重的样子。 霍绵一进公司, 所有员工都主动问好。 这已经是BOSS向全世界公开的少夫人了, 谁敢得罪。 霍绵本来要直接上楼的, 但是忽然在大厅看见了江灵月, 索性没有走那么着急, 在电梯门口磨蹭了一会。 江灵月穿着深蓝色套装, 黑色高跟鞋, 头发散着, 长发垂腰, 美貌是有的, 身材也是有的, 能力也是有的。 但是痴想妄想, 最好是不要有的。 霍绵虽然平时看起来温柔老实, 但是她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 就是饥饿如愁, 一旦谁真心惹怒了她, 她绝对不会给好果子吃。 江灵月看了霍绵一眼, 似乎没有打招呼的意思, 只顾着低头摆弄手机。 江总监年纪不小了吧? 霍绵笑着主动开口。 江灵月侧头, 眼神复杂地看着霍绵, 带着满满的敌意。 既然年纪不小了, 也应该有男友了吧? 我有没有男朋友, 跟少夫人有关系吗? 江灵月挑衅地反问, 霍绵淡淡一笑, 你有没有男朋友, 当然和我没关系, 但是你要是对秦楚别有所图, 我可就不能不管了, 你知道吗? 如果抢一样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真的很不明智。 哈哈, 还没试试, 怎么就知道那不是我的? 江灵月似乎不服, 做小三也是要有本事的, 至少要男人看得上才行, 如果男人看都不看你一眼, 你那就不是小三了, 是不要脸, 懂吗? 就是主动现身, 人家都不上的那种。 霍绵觉得, 跟江灵月说话, 已经无需再客气, 就说那天他私下接秦楚的电话, 他就应该删他两巴掌。 那天回去的时候, 霍绵特意查了了秦楚的手机, 果然通话记录被这个女人删除了。 看样子, 秦楚应该是都不知道有这一通电话的。 这么恶心的手段, 这么恶心的女人, 也着实少见。 少夫人, 你一向不是自信满满吗? 什么时候这么没有信心了, 你跑来警告我, 是因为你感到危机了吗? 是因为我让你有压迫感了吗? 还是最近BOSS对你不好了, 你把气撒我身上了? 嗯, 霍绵低声轻笑, 你笑什么? 江灵月最讨厌的就是, 霍绵总是这样有恃无恐的样子, 就好像天塌下来, 她也不会害怕一样。 我笑你呀, 自以为很聪明, 却看不懂我要表达的意思。 既然你不懂, 那我就明着跟她就说了吧, 我来找你, 不是因为你给我造成了威胁, 而因为我不喜欢自己的东西被人家抢, 这是一种警告。 意思就是, 你要是继续做死, 就得给自己准备棺材了, 因为, 动我男人者, 死, 微笑着说完这些话后, 电梯刚好下来, 霍绵走进电梯, 不再搭理江灵月, 江灵月站在原地, 气得脸色发白, 她真的好讨厌霍绵那副嘴脸, 这要不是在GK, 她真想打她一顿, 挠花她的脸, 拽什么呢? 不就仗着自己七年前, 跟BOSS睡过吗? 高中就那么有手段, 可是别忘了, 男人都是下半身思考动物, 他就不相信, 情货的感情情比金尖, 他一定要试试, 不然这几年白来, GK受气了, 霍绵进办公室的时候, 秦楚还没回来, 他就坐在沙发上看着杂志, 小杨给他倒了一杯热牛奶, 呃, 为什么是热牛奶, 不是咖啡, 不是茶, 霍绵觉得, 招待他用牛奶好奇怪, 不好意思啊, 少夫人, BOSS说了, 你们打算要饱饱的, 所以不让你多喝那些高蛋白的东西了, 茶叶虽然也好, 但是里面还有让人失眠的元素, 所以还是牛奶最健康, 嗯, 这个他都要亲自交代吗? 霍绵有些傻眼, 不过也觉得暖心, 毕竟秦大人为了他, 真是连这种细节都想得周到了, 蒋小薇在上班的时候, 接了一个特殊的病人, 病人约在了小酒馆里, 他有些好奇地前去赴约, 结果看见了那人是未聊的时候, 立刻想起来那件事, 蒋博士, 别来无恙, 未聊笑了笑, 约我看病的客人是你, 蒋小薇也是醉了, 他是公安部特聘的心理学博士, 只有公安部门的安排, 他才出诊给看病, 上次去泥洋催眠, 还是高燃请的他, 这次, 公安局局长亲自打电话, 他还以为是什么大人物, 结果居然是这个人, 咱们还能再靠点谱吗? 你心里有病? 蒋小薇将包包放下, 坐在未聊对面问道, 对呀, 未聊很淡定,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什么原因引起的, 什么类型的心理疾病, 自己知道吗? 蒋小薇拿出录音笔, 打算真的给他治病, 时间吗? 就前几天, 原因吗? 应该是被别人耍的, 伤咨询了, 蒋博士, 你要是跟人喝酒, 然后输了, 你跑一圈试试, 我估计你回来也得得这个病, 你那个病叫间歇性失忆, 我这个叫间歇性被人嘲笑, 所以, 你根本不是来看病, 你是来找茶, 想报复? 蒋小薇冷冷冷地看着未聊, 报复, 你把我想得太强大了, 我就是想问问你, 这顿酒喝得咋样, 要不要今天再喝点, 还想拼, 蒋小薇看着未聊, 也觉得好笑, 不, 只是单纯找你喝点, 可是我为什么要答应你, 我可是要订婚的人了, 蒋小薇淡定地说道, 订婚和那个不起冲突, 未聊故意逗她, 所以, 你是来跟我表现你有多渣的吗? 蒋小薇几乎要黑下脸了, 未聊赶紧收起玩笑话, 蒋博士别误会, 哈, 我是逗你玩的, 我和你熟吗? 你逗我玩, 神经病, 说完, 蒋小薇起身要走, 等一下, 干嘛? 蒋小薇侧头看着未聊, 一脸的嫌弃, 我觉得, 你该看看这个, 未聊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桌子上, 蒋小薇其实还挺好奇的, 别告诉我你不敢, 未聊故意激将法说道, 蒋小薇多聪明个人啊, 直接说道, 激将法对我没用, 我要想看, 谁都挡不住, 我要不想看, 你也没撤, 是是是, 姑奶奶你说什么都对, 未聊也是真心拿蒋小薇没办法了, 看未聊认错态度还挺好, 蒋小薇回过身, 拿起牛皮纸袋, 打开看了看照片, 脸上依旧淡定, 就不想说点什么, 未聊惊讶地问道, 你想让我说什么, 蒋小薇笑道, 难道自己要订婚的对象, 在订婚前几日还在跟女秘书这么荒唐, 这真的不稀奇吗, 未聊能拿到这些照片, 纯属意外, 她对蒋小薇只是有兴趣而已, 还没达到想破坏人家订婚的地步, 这些照片是一个小报记者发给报社主编的, 主编为了讨好这些公子哥, 在微信群里发了下, 高然的表哥, 杜建安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 但是跟苏玉卫聊他们这些大财审比, 还是差距很大的, 所以为了讨好这些审好, 那人把这些照片发出去, 还放话说, 如果杜建安不出钱买回去, 就得在订婚前曝光了, 其实媒体有时也挺坏的, 并不是只披露真相, 很多时候, 只要有钱, 他们还是愿意保留秘密的, 前一阵星皇有个一线大咖, 在老婆怀孕收出轨, 结果被抓, 后来出钱五百万, 买回去了那些过分的照片, 这事才平息, 不然一旦爆发, 接受了道德指责, 她事业肯定下滑, 到时候以苏玉的脾气, 肯定是要冷藏她的, 为了要拿到这些照片后, 其实还挺同情蒋小薇的, 要订婚的对象, 居然还有心情跟女蜜做那些, 而且还是在车里, 也是醉了, 起料, 蒋小薇看完之后, 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表情很淡定, 那不是你的结婚对象吗? 未了有些愕然, 是啊, 可是她只是一个结婚对象而已, 她别说是在订婚前, 就是订婚后, 哪怕是结婚后, 出去鬼混和偷情, 我也不会在意, 因为我俩根本就不存在爱情, 婚姻不过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而已, 这么和你说吧, 杜建安想娶我, 图的是我们蒋家书香门第, 我感情史空白, 说出去好听, 适合做妻子, 而我要嫁给她, 是因为她年轻多金, 人又不丑, 谈吐文雅, 头脑聪明, 一切刚刚好,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就别说爱情了, 因为爱情有时候就跟鬼一样, 听过的人多, 但是见到的人少, 原来你是这么悲观的人啊, 未了没想到, 长着一对小虎牙的蒋小薇, 原来是这么悲伤的一个人, 甚至觉得爱情这个东西, 是子虚乌有, 这得多可怜啊, 你以前没有交过男朋友, 幼儿园算不算, 好吧, 你赢了, 未了忽然就想到了一件事, 女人太聪明, 是不好的, 没有男人喜欢太聪明的女人, 就算豁免那么高智商的人, 在情楚面前, 还是迷迷糊糊, 所以蒋小薇在漂亮, 在优秀, 可是却没有接触过一个真爱她的人, 或者是有爱她的, 但是她看不上, 所以没有过感情史, 你不要用那种怜悯的眼神看着我, 我很不舒服, 来来来, 蒋博士, 你坐下, 咱俩聊聊, 未了忽然就同情心泛滥了, 抱歉, 我的时间很宝贵, 你要是不看病, 我的走了, 见未了纯属扯淡, 蒋小薇也不愿意跟她多废话了, 蒋小薇是多精明多理智的一个人啊, 蒋小薇走后, 未了心情有些不能平静, 她觉得蒋小薇太可怜了, 明知道婚姻是个目的, 却还要眼睁睁地踏进去, 心里怎么有点不是滋味呢, GK集团总部霍眠在等着秦楚的时候, 有些迷糊, 刚要睡着的时候, 秦楚推门走进来, 看见霍眠的一瞬间眼神变得温柔, 老婆, 等我很久了, 没有很久, 一杯牛奶的时间, 指了指杯子, 霍眠笑道, 乖以后多喝牛奶, 少喝咖啡喝茶, 知道了, 霍眠笑了笑, 她揉了揉眼睛, 起身刚要和秦楚说话, 就看见江灵月走进来, 秦总, 关于酒会上, 所有酒水的名单都在这里, 你看看价位和品牌, 放在这里吧, 秦楚头都没抬, 倒是霍眠, 忽然说道, 江总监能力很强啊, 不敢当, 少夫人过奖, 江灵月冷冷地说道, 霍眠笑着走到秦楚身边, 轻易地挽住秦楚的手臂笑道, 老公, 江总监能力这么强, 留在我们这里, 做一个部门的总监太可惜了, 依我看, 不如调到分公司去做老总, 江灵月听到这里, 脸色大变, 秦楚只是冷冷地说道, 她还不够资历, 不啊, 她能力很强的, 上一次我来救场, 她帮了我很多忙呢, 老公, 你说, T市那边出事后, 老总都被你辞退了, 正好没有合适人选, 我看江总监最合适, 霍绵故意说道, 秦楚这才抬起头, 因为她发现, 小绵开始对江灵月有攻击性了, T市现在子公司, 就是一个烂摊子, 没有人敢接, 更别说江灵月了, 江灵月听霍绵这么一说, 吓得够呛, 立刻说道, 秦总, 不要, 我不要去, 我在奢侈品部门好几年了, 这个工作我非常喜欢, 秦楚扫了一眼江灵月, 默默不语, 似乎心里在盘算着什么, 老公, 我的建议怎么样, 霍绵撒娇地晃着秦楚的手臂, 老婆你说什么都好, 秦楚面对霍绵的时候, 声音永远是无限温柔, 江灵月在听见秦楚说完这句话后, 脸色变得苍白起来, 总裁竟然真的这么爱老婆, 一个不懂公司管理的女人, 随意地调离她, 而总裁居然还默认了, 这还有王法吗? 江总监, 你觉得我的提议怎么样? 霍绵在秦楚的身后, 搂着她的脖子, 笑着看江灵月, 我觉得邵夫人的做法并不明智, 毕竟我只是设计总监, 让我管理分公司, 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高的水平, 江灵月气得不行, 咬着牙回道, 不会呀, 我觉得你的能力太大了, 一直都做得很好, 做设计总监, 实在是大才小用了, 我们相信你的。 哇, 江灵月似乎刚想反驳, 就听霍绵又说道, 当然, 如果江总监觉得, 这个职位胜任不了的话, 也可以提出辞职,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你放心, 鉴于你是在公司多年的老员工, 秦总会给你失业保证金的, 听到这里, 江灵月的脸, 已经彻底地黑下来, 我不会辞职的, 我能胜任, 谢谢少夫人给我安排的工作, 江灵月咬着嘴唇, 硬生生地说道, 哦, 既然这样, 那你今天就交接一下, 晚上的飞机去替是吧, 那边还有很事情等着处理, 今晚就走, 会不会太着急了, 江灵月求救似的, 看着清楚, 似乎一直期望, 总裁能为她说一句话, 可是, 按照我老婆说的去做吧, 有什么时候跟杨助理沟通, 就这样, 秦楚淡淡地说完之后, 低下头继续看数据, 江灵月已经笑得比哭还难看了, 谢谢秦总, 谢谢少夫人的栽培, 她咬着牙满心恨意地离开, 江灵月走后, 秦楚抬起头, 宠溺地捏了捏霍绵的脸, 第一次看见你吃醋, 真是霸道极了, 怎么, 你不喜欢, 霍绵忍着笑, 不, 我很喜欢, 你若是一直这么霸气, 以后, GK总裁你来做, 我回家给你做饭带孩子, 哈哈好啊, 说话算数, 霍绵笑得不行, 当然, 不过前提是我们要先生的孩子才行, 不行我怎么带, 说完秦楚猛地转身, 一把抱住霍绵, 让他坐在自己的怀里, 喂, 这里是办公室, 你不要乱来, 霍绵立刻吓得不行, 没事, 办公室没有监控, 不是监控的问题, 是万一有人进来的话, 霍绵的话没说完, 便全部淹没在秦楚的霸道狂吻之下, 他当然知道是办公室, 他又没想到做什么, 只是亲亲而已, 所以说, 他家老婆, 每次都想那么多, 是不是太不纯洁了, 江灵月走出总裁办公室的时候, 心里已经把霍绵骂了一千遍, 他没想到那个女人那么乱来, 居然要调离他, 而且总裁居然还同意了, 是为了逼迫他辞职吗, 知难而退, 他会吗, 不, 不就是分公司而已吗, 他一定会坚持下去的, 不会被霍绵那个女人轻易地打败, 小不忍则乱大谋, 江总监, 您没事吧, 助理看着他脸色很不好, 问道, 今天开始, 我已经不是你的总监了, 我已经调任到T是分公司做老总, 说完, 江灵月开始沉着脸收拾东西, 江灵月调走的时候, 在集团内部传开, 也有小道消息说, 他是得罪了总裁夫人, 所以才被流放, 终于到了下班的时候, 秦楚牵着豁免地守出了集团总部, 两人本打算直接回南山古堡的家, 没想到刚一上车, 秦楚就接到了电话, 少爷, 老夫人住院了, 女佣焦急地说道, 哦, 是吗? 秦楚的反应倒是很淡, 是的, 刚刚被送去了第一医院, 血压很高, 医生说很危险, 好, 我知道了, 那您什么时候去医院? 女佣追问, 看看情况再说, 秦楚说完就挂了电话, 什么情况? 霍眠听出电话里应该是有什么事, 家里那边打电话, 说我妈血压高, 住院了, 哦, 那你快去看看吧, 霍眠心里虽然再不喜欢秦夫人, 但是, 他不会阻止秦楚去探望母亲, 因为那毕竟是他的妈妈, 起料秦楚有直接回答, 而是给吴院长打了一个电话, 挂了电话之后才说道, 吴院长说, 没什么大事, 只是血压有一点点高, 那也去看看吧, 毕竟住院了, 霍眠安慰, 不用, 他不过是想逼着我回去认错而已, 我没有错, 不会轻易妥协的, 而且, 他就不该那么对你, 所以这一次, 我不会轻易原谅他, 他可是你亲妈, 可是你也是我亲老婆, 呃, 好吧, 秦大人, 如果被人知道, 恐怕你要冠上一个, 娶了媳妇, 忘了娘的罪名了, 霍眠嘴上这么说, 但是其实心里还挺甜的, 毕竟秦楚为了他, 可以做到这个地步, 我如果老是在意别人怎么说, 就不会跟你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了, 好吧, 秦大人, 你真的好任性, 霍眠笑了笑, 随后两个一起回了南山古堡, 第一医院, 打了电话没有, 秦夫人美好气地瞪着女佣, 打了, 他怎么说, 少爷说, 知道了, 什么知道了, 你没问他, 什么时候来看我, 秦夫人恶狠狠地问道, 问了, 可是少爷说, 女佣似乎有点害怕秦夫人, 根本不敢说实话, 他说了什么, 他说, 看看情况再说, 什么, 我都住院了, 他还要看看情况再说, 我儿子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很孝顺, 一定是霍眠那个小贱人, 阻止他来看我, 气死我了, 你血压高一点点而已, 没必要大惊小怪地住院, 这么给儿子添乱, 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秦玉民无奈地看了妻子一眼, 你懂什么, 我这是手段, 如果不用点手段施压, 我们秦家马上就要变成人家霍家的了, 你都没听那些人怎么说, 那霍正海是什么人, 奸商一个, 无非是贪图我们秦家的财产而已, 才弄了那么一个野种来我们家兴风作浪, 我告诉你, 秦玉民, 我活着一天, 就不会容许那个小狐狸精为非作歹, 知道吗? 我一定要儿子离开他, 秦夫人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你真是无药可救, 秦玉民很无奈地看了妻子一眼, 转身离开, 自家人这么闹下去, 心真累, 可是秦夫人似乎还没有要反省的意思, 你接着给阿楚打, 就说我病危, 医生说我有生命危险, 秦夫人指着女佣说道, 夫人, 这样真的好吗? 少爷知道我骗他的话, 会不会? 女佣似乎颇为顾虑, 让你打你就打, 哪里那么多废话, 你是主子, 我还是主子, 鉴于秦夫人再次施压, 女佣默默地拿出手机, 再次拨了过去,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夫人, 少爷关机了, 女佣低声地说道, 估计是没电了, 一会就开了, 接着打, 别停, 秦夫人近乎病态地纠缠儿子, 秦楚早就想到这样, 所以早已经关机,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部手机, 是小杨和霍眠可以联系上的, 所以也不担心公司那边有紧急情况, 老婆, 你以前一想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 今天怎么有兴趣对付我们公司的小员工了? 秦楚一想到老婆今天收拾江林月那个场面, 还觉得心情大好, 很久没看见老婆那么可爱了, 那是因为他太得死了, 不做死就不会死, 他偏偏要做死, 我必须要送他一程了, 为什么不直接开除, 眼不见心不凡, 秦楚倒是对江林月无感, 甚至讨厌, 所以之前也打算找个机会直接开除算了, 起料霍眠则说道, 对于我的敌人, 我必须知己知彼, 不能让他躲在暗处, 开除了他, 哪里知道他会去什么地方继续捣乱, 不如光明正大放在公司里, 可以随时观察, 当然, T是很远, 不过我相信你会安排好一切的, 不会让那女人有机会搞破坏, 秦楚宠溺地看了他一眼, 全世界就你最聪明, 决定是你决定的, 意思也是你的意思, 现在善后就要我出面了, 你倒是精明, 那当然, 谁让你说我老公, 霍眠笑了笑, 两人回到南山古堡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六点半, 管家黎叔已经布置好了精致的晚餐, 霍眠和秦楚携了手就开始吃饭, 老公, 饭太多了, 我吃不掉了, 霍眠因为最近没什么食欲, 所以女佣盛了满满一碗饭, 根本就吃不掉, 少夫人, 那我帮您倒掉, 一个女佣见状立刻上前来接, 把她给我, 秦楚忽然说道, 女佣微微一正, 似乎不明白主子的心意, 饭给我吃吧, 老公, 那是我剩下的, 咱们大家大夜的, 别差那点米饭了, 哈, 霍眠开玩笑地说道, 没关系, 我不嫌弃你, 秦楚从女佣手里, 接过霍眠吃剩下的米饭, 优雅地拨到了自己的碗里, 然后慢思调理地吃着, 霍眠忽然心里产生了一股微妙的变化, 她的老公, 那样洁癖的一个人, 居然吃她剩下的饭菜, 她在想, 即便是她的父母, 她可能都不会这么做, 那么自己对她来说, 真的只是老婆这么简单吗? 或许在某种意义上, 已经超越了这一切, 霍眠很胆慨地煮着下巴, 一直静静地看着秦楚吃饭, 秦楚的吃相, 是她见过所有人中, 吃相最好看的, 慢思调理, 连咀嚼东西的表情, 都是那么英俊无比, 虽然她不爱笑, 可是也许正是这样冰冷冷的气质, 才在多年前吸引了她, 让她不顾世俗的眼光, 下定决心, 和她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你干嘛这样看着我? 秦楚抬起头, 看着霍眠煮着下巴盯着她, 觉得你真好奇怪啊, 明明洁癖地要死, 却能吃下我剩饭, 霍眠依稀地记得, 上高中的时候, 同班同学女生, 不小心把牛奶撒在了秦楚的衣服上, 当时那女生特抱歉, 要给秦楚拿去干洗垫, 结果秦楚直接脱下衣服, 丢进了垃圾桶, 从此再也没有穿过那个牌子的衣服, 所有同学都知道她洁癖, 生人无尽, 可是霍眠却能踩她的脚, 用剪刀偷偷剪掉她军训时候迷踩服的袖子, 能把她水杯里放一把辣椒面, 还能趴在她的桌子上睡觉, 口水流得她一身, 那些回忆现在想起来, 简直太不堪了, 你的剩饭好吃, 秦楚莫名其妙地说了这么一句, 霍眠顿时无语, 老公, 以前你没有觉得我特别烦人吗? 那么拽, 那么装逼, 还经常恶作剧吓唬你? 当然有, 秦楚淡定地一边吃饭, 一边回答, 那你为什么还会喜欢上我呢? 谁说我这是喜欢你? 霍眠, 我这明明就是报复你啊, 讨厌至极, 所以把你捆在身边, 霍眠, 好吧, 老公, 你赢了, 对于她的报复理论, 霍眠已经无言以对, 饭后, 秦楚优雅地擦了擦嘴角, 然后起身, 走吧, 去哪? 霍眠一脸的狐疑, 听说某人买了不少蔬菜的种子, 要亲手种植蔬菜是不是? 秦楚好笑地看着霍眠, 嗨嗨,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幼稚? 没错呀, 确实很幼稚, 不过我喜欢, 喜欢她, 就喜欢她身上的一切, 有点和缺点, 包括她孩子般的幼稚, 换上家居服, 两人手牵手, 拿着蔬菜种子, 去了古堡后面的菜园, 几个园艺工人, 惊讶地快要掉了下巴, 先生, 太太, 这些还是我们来吧, 不然弄你们一身泥土, 不用, 我们自己来就好, 你们快去休息吧, 霍眠笑了笑, 和秦楚津津乐道的各种忙活着, 秦楚在园艺工人的指挥下, 拿起锄头刨坑, 霍眠则将种子种下, 然后埋上, 浇水, 还有几种是直接栽种的, 挺累, 两人却挺开心, 等种完的时候, 已经晚上八点半, 天已经彻底黑下, 两人坐在后花园的, 连排秋千上, 霍眠窝在秦楚的怀中, 荡着秋千, 然后, 看着天上的繁星, 听着知了的叫声, 老公, 你知道吗? 这种生活, 曾经是我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现在, 我却真的实现了, 霍眠无限感慨, 秦楚轻抚霍眠的秀发, 你若喜欢, 我们就这样过一辈子, 嗯, 一辈子, 霍眠紧紧地握住秦楚的手, 两人难得闹钟取静, 看见这样安逸的景色, 媚狐叶总会苏玉最近很消停, 跟秦楚一战之后, 虽然输了, 但是他却更被挑起了战争的欲望, 所以, 最近大部分的精力都投资在公司, 试图跟GK影视一争高下, 喝酒的时候, 苏玉忽然想到一件事, 笑着问魏辽, 那天让你裸奔的那个姑娘, 你最近没有啥联系吗? 苏爷不愧是娱乐界大佬, 果然本性很八卦, 哦, 他呀, 和我有联系啊, 这周日, 我打算参加他的订婚仪式, 魏辽慢悠悠地拿着酒杯说道, 扑订婚仪式, 苏玉和唐川两人全喷了, 什么情况你? 唐川张大了嘴巴, 看着魏辽, 虽然魏辽一直不是他们中的辽妹高手吧, 但是, 他也从未失手过呀, 好不容易碰见一个感兴趣的, 可是却要参加人家订婚一试, 没什么情况啊, 魏辽无奈地笑了笑, 那个, 你们滚过床单了没有? 唐川问道, 没有, 卧曹, 那我看不起你, 唐川觉得, 那个妹子就是煮熟了的鸭子飞了, 那天在魏湖, 那么玩, 玩得那么狠, 最后居然要订婚了, 而且不可饶恕的是, 还没有跟魏辽滚过床单, 可能是没缘分吧, 魏辽说实话, 心里对蒋小薇倒是有点意思, 可是, 人家没那个意思啊, 而且, 人家要订婚了, 双方名当户对的, 自己还是别掺和了吧, 别给老子说这些丧气的话呀, 你要学咱苏爷, 就算是结婚了, 也不抛弃不放弃, 关老子什么事, 苏玉一脸的无辜, 简直是躺枪啊,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咱未公子, 好不容易碰上一个还不错的, 不矫情, 不绿茶不生母的女人, 还以为她的春天要来了, 没想到, 春天没等来, 直接就是冬天了, 唐川真是为未聊抱不平啊, 没办法, 谁让咱出场的晚了一步呢, 未聊摊开双手, 一提起这个, 苏玉又郁闷了, 晚了一步怎么了, 既然遇上了认识了就是缘分, 我跟你想的不一样, 对豁眠, 我不纠缠, 但是我绝对不死心, 看来苏玉心意已决, 你看看苏爷, 再看看你, 唐川一脸鄙视地看着未聊, 未聊也只是呵呵一笑, 她性格没有苏玉那么火爆, 也没那么直接, 虽然错过蒋小薇有些小可惜, 但是, 也不是那么无法接受的, 毕竟也没有过多接触, 所以也不觉得有多难受, 只是有些遗憾而已, 次日清晨, 秦楚早早地起床, 陪着霍眠吃早餐, 虽然是周末, 但是因为GK要筹备三十周年酒会, 所以秦楚也要去加班, 霍眠本想跟去, 却无奈, 或是也要招来董事会, 他只能先回霍室, 老公, 你今天早点回来, 有什么好处? 秦楚笑了笑, 好处肯定是有的, 我已经买好皮鞭蜡烛, 在家等你, 霍眠恶搞, 秦楚笑了笑, 好, 那我今天早点回来, 一定陪老婆大人尽兴, 早餐后, 秦楚开车离开, 霍眠也开车去了货室, 半路上, 秦楚接到电话, 秦总, 那个黑少夫人的IP查到了, 是一个叫和曼的女人, 嗯, 你们知道怎么做吧? 秦楚冷声问道, 知道, 不过, 那头似乎欲言又止, 说下去, 不过那女人已经出事了, 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昨天刚刚出车祸, 断了一条腿, 据说赵氏司机逃逸, 出事的地方监控, 还被人破坏了, 我猜想, 可能是他还得罪了其他人, 所以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要不要直接把他给来个狠的? 那头的人又顿了下, 但是意图很明显, 秦楚沉默了三秒钟, 暂时先不用了, 先观察吧, 一旦发现他在继续抹黑霍眠的话, 杀无赦, 是, 秦总, 挂了电话, 秦楚心里松了一口气, 这些天都在找这个抹黑霍眠, 发帖子的女人, 霍眠的失踪罪影响可不小, 再加上母亲补上的那一道, 人言可畏, 还好霍眠比较能想开, 不然真是扛不住这么大的舆论压力, 霍眠那个女人, 秦楚不是很了解, 也不太记得她和霍眠之间有什么仇恨, 但是她只要记住一点, 任何伤害霍眠的人都无法原谅, 无论是谁, 霍眠开车往霍室的路上, 也接到了黄月的微信, 师姐, 好消息, 荷曼那个贱人果然是连老天都看不过去了, 怎么了, 霍眠戴上耳机, 直接给黄月打了电话, 师姐她昨晚出车祸了, 很惨了, 一条腿被生生的压断了, 现在还在咱们医院抢救, 肇事司机已经逃跑, 警方都没有办法, 所有的钱都是她自己颠覆的, 听说她爸爸从农村老家来, 卖掉了老房子, 但是钱还是没凑够, 她在外面那个金主, 一看她的腿废了, 直接就不搭理她了, 到时宁志远来看过她几次, 好像给她留了一些钱, 就走了, 原来是这样, 霍眠淡淡地说着, 真是老天有眼啊, 荷曼这个女人真是讨厌死了, 她回来住院, 都没有护士照顾她, 她的父母轮流来, 还有老家一些亲戚什么的, 真是报应, 好, 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 霍眠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之前去看吴小雪的时候, 就隐约地听她说, 不会善罢甘休, 那这件事, 会不会与吴小雪有关呢? 当初吴小雪开车出车祸, 司机也是逃逸, 腹中孩子差点不保, 如今荷曼也是这样的方式出事, 难道真的是天意吗? 当然不是, 霍眠倒是觉得这是人为, 不过她也没觉得吴小雪做的有什么不好, 一报还一报吧, 到了霍氏的时候, 离开会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霍眠本想在会议室坐着等一会, 却看见霍妍妍走了进来, 一会董事会上, 记得帮我弟说话, 这次是选她做副总经理的一个会议决策, 我们的意思是要逐渐架空霍思迁的权力, 爸爸也是那个意思,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 我怎么做不需要你来教? 霍眠低着头玩着手机游戏, 霍眠你是不是觉得你有情处撑腰, 就可以肆无忌惮了, 霍眠有些嫉妒地走过来, 大声地质问, 对呀, 有情处撑腰之后,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我的了, 怎么? 有什么不对吗? 你有本事你也可以呀, 你不是喜欢苏玉吗? 那就上啊, 在这里跟我废话, 算什么本事? 霍眠眠听完气得脸色刷白, 你这张嘴我真想撕烂, 爸爸说了, 不让我跟你这个野种一般见识, 我先不搭理你, 我们走着瞧, 霍眠眠真想暴躁, 但是这里是会议室, 十分钟之后就是董事会了, 她也不敢太过分, 没一会, 大家陆陆续续地走进来, 十几个董事会成员, 霍正海、沈佳妮、霍思义、霍眠眠, 霍思千是最后一个进来的, 她落座在中间后, 先是环视一下四周, 最后目光定在霍眠的脸上, 小眠妹妹, 你今天口红的颜色, 真漂亮, 她笑了笑, 这句话说完, 所有董事傻眼, 霍总这是玩得神妖鹿子, 谢谢大哥, 霍眠也不甘示弱, 当着所有人的面, 叫了这么多年第一声大哥, 她现在是GK少夫人, 可不想别人对她造成什么误会, 尤其是霍思千的闲言碎语, 责责, 认识你这些年, 你好像第一次叫我大哥, 就冲你这句话, 我今天中午多得多喝两杯, 说完, 霍思千打开面前的资料, 看了一眼, 随后缓缓地说道, 各位应该已经知道, 今天开会的目的了, 为的就是, 大家表个态, 委任我弟弟霍思义先生, 为集团副总经理, 我们霍氏虽然是家族企业, 但是这么多年, 也离不开在座的股东支持, 所以这种大决定, 还请大家公平抉择, 不必有顾虑, 大家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霍思千说完, 大家都不说话, 毕竟谁也不愿意起这个头, 霍思千笑了笑, 看了一眼霍正海, 爸您先说几句吧, 为我弟弟打打气, 好, 那我说几句吧, 思义也是大孩子了, 大家有目共睹, 品行好, 人也谦虚, 所以为了让他帮哥哥分享下公司的工作量, 我决定过早地给他委以重任, 还请大家支持, 霍正海说完, 立刻有一个元老跟风道, 我支持董事长的决定, 思义有这个能力, 大家开始吧, 霍思千摊开手, 微微一笑, 霍思义一身西装, 靠在椅子上, 一脸的张狂扬, 他相信有他爸爸保驾护航, 肯定可以登上这个位置, 然后找机会踢掉霍思千, 我和颜艳也是支持思义的, 我们都相信他, 也请在座的各位给个机会, 沈佳妮温柔地开口, 小棉, 你的意思呢? 霍正海果然没有放过霍棉, 我呀, 霍棉似乎略有为难, 没关系, 有什么就说什么, 不要怕, 大家都是一家人, 沈佳妮笑了笑, 那笑容假的让人想吐, 我再想想, 先让大家表态吧, 霍棉笑了笑, 随后, 其他人开始轮盘表决, 当然也有不容易霍思义上位的, 毕竟年轻莽撞没经验, 不过最后的结论是, 16个董事长成员, 10个同意, 5个不同意, 最后是剩下霍棉还没表决, 小棉, 现在你想好了没有? 沈佳妮有些迫不及待, 霍棉看了一眼霍思迁, 发现她笑得很得意, 于是点点头说道, 我支持思义做这个副总经理, 相信她可以胜任, 霍思义鄙试试地看了霍棉一眼, 霍颜颜则是得意地笑了笑, 听到霍棉终于松口, 霍正海和沈佳妮也都松了一口气, 霍思迁也笑道, 好, 既然这样, 结果已经显而易见, 下面我宣布, 霍思义先生当选为集团副总经理, 同时, 接管西部新城就访改造的项目, 希望你别让大家失望, 那是肯定的, 谢谢大哥, 霍思义起身笑了笑, 大家鼓掌, 四千啊, 西部新城那边的项目太庞大, 交给思义的话, 霍正海似乎有了顾虑, 爸爸刚才不是还说相信思义呢吗? 既然相信了, 就得放心交给他去做呀, 我们要相信思义的能力, 您说的对,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 霍思谦看着霍正海说道, 会议散去后, 霍眠刚要走, 却被霍思谦的秘书叫住, 霍小姐, 总裁要见你, 好, 霍眠顿住脚步, 转身往回走, 敲门, 进来, 霍眠, 你找我, 霍眠进门就开门见山地问道, 先坐吧, 我还有事, 霍眠不肯坐, 刚才跟我作对, 不是还挺厉害吗? 声援霍思议的时候, 胆子不小啊, 怎么, 现在就怕了, 怕我收拾你, 霍思谦笑, 霍眠一听他这么说, 笑了笑, 你怎么能冤枉好人呢? 我那可不是帮他, 我是间接地帮你, 毕竟让他当这个副总经理, 也是你默许的。 哦, 我什么时候默许了? 霍思谦继续笑得深邃, 你以为我不知道董事会上, 除了老头子和他的老婆孩子外, 其他人都是你的人, 你的那些人还能有十个同意抉择的, 我并不认为这是他们的本意, 这只能说明, 是你让这件事发展成这样的, 是你默许了霍思谦做这个总经理, 怎么能怪在我的头上? 我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 哎呀呀, 真是不得了, 你这个丫头太机灵了, 怪不得你非要最后才说, 原来你是看大家的态度啊, 如果我的人要是都不同意呢? 你会怎么表态? 你傻呀? 如果你的人不同意, 我就算同意, 那也是没有用的, 毕竟少数服从多数, 我暂时还不会跟他们撕破脸皮, 毕竟时机还没到, 不过我倒是喜欢借刀杀人, 所以帮了你一把也不错。 霍棉看出了霍思谦的意图, 而且还卖了一个人情给霍正海, 让沈佳妮他们都以为, 霍棉是跟他们站在一边的。 其实真相呢, 是他已经知道, 董事会不过是个噱头, 霍思谦已经默许霍思议做这个经理, 那就是证明要收拾他了, 有时候飞得越高, 才会摔得越疼。 可是这个道理并不是人人都懂, 老头子可能觉得, 董事会的人还顾念他的威严和名声, 没有发觉, 霍思谦已经有操控全局的能力了, 所以说, 霍家必败。 不, 只能说老头子那一窝必败无疑了, 一群人都不是霍思谦一个人的对手。 江红这些年养的, 其实是一头生性凶猛的狼, 只是霍正海一直当成小绵羊了, 霍绵都有些同情这些看不清局势的人了。 好吧, 小绵, 你太聪明了, 我太喜欢你了。 霍思谦的眼中是毫不吝啬的欣赏, 霍绵想的东西太全面,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24岁女孩子该有的心智。 我可不喜欢你, 你要是动手, 就快点吧, 也省得我动手了。 霍绵不客气地提醒道, 你放心吧, 他蹦跋不了多久了。 上帝要你亡, 必让你疯狂。 先让霍思谦那个蠢货嘚瑟几天, 等时机一到。 呵呵, 他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你知道小时候, 我最喜欢的一耳光游戏吗? 每次抓到虫子后, 不会直接才死, 而是一点点折磨死。 因为我发现, 折磨人的过程极为快了。 那是因为你变态。 社会这么乱, 变态的不止我一个, 大家心里都扭曲, 只是表面上不承认罢了。 好吧, 那是你的事情, 我们只是对付共同的敌人而已。 你要记住, 我从来都不是你的盟友, 你也利用不了我。 等事情结束, 我会直接脱离霍事, 也不会拿你们一分钱。 说完, 霍绵就外走。 小绵妹妹, 欢迎有空回家常住啊。 霍思迁补充, 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霍绵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上一次, 要不是为了帮秦楚扭转局面, 他会跟霍思迁这样的恶魔交易吗? 虽然在霍家住了一晚, 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但是, 霍绵总觉得不安全, 隐隐地不安。 那是一种说不出的不祥之兆。 小绵, 一起吃饭吧, 我订了餐厅给司翼庆祝。 霍正海在一楼拦住霍绵。 不用了, 我还有事。 那你帮我约了秦楚吗? 那件事。 霍正海欲言又止。 果然, 这老头子每次说话都是有目的性的。 已经说过了, 回头你们双方的助理预约时间吧。 那苏玉的事情, 你就不能帮帮演演了。 你沈阿姨说不会让你白帮忙的, 可以把东郊生态园的别墅过户给你, 只需要你引荐就行, 其他的都不用。 抱歉, 霍先生, 我和苏玉不是很熟, 也没本事能拿你们的别墅, 真是。 太贵重了。 说完, 霍绵将包包放在奥迪R8的副驾驶上, 然后上了车, 送他别墅。 呵呵, 他现在缺吗? 护士长, 不好意思, 周末还要打扰您, 您能回来一下吗? 怎么了? 面对南区小护士的电话, 霍绵接起来问道, 大批的粉丝和记者围堵在这边, 不知道谁造谣, 说霓绵在我们这里治病来着, 说什么的了抑郁症, 现在情况很混乱, 吴院长人在美国, 没办法回来, 这边又没有负责人, 李主任让我给你打电话。 等我吧, 马上到。 霍绵一脚油门踩到底, 朝着南区飞快地开过去, 霓绵的病例走漏了, 到底谁泄漏的? 一共也没几个人知道啊。 霍绵赶到南区的时候, 确实是乱套了, 他那么淡定的人都被眼前的局面吓到了, 大批的粉丝围堵在医院门口, 还有各路新闻媒体, 警方已经出动治安, 但是似乎局面还在僵持。 高然, 什么情况? 霍绵好多天没看见高然了, 见他在中间指挥, 维护秩序上前询问。 而别提了, 不知道谁走漏了风声说, 霓绵那小子在这里治病, 这家伙就乱套了, 我他们一上午没吃饭了, 就在这里维护秩序了, 让他们走, 都不肯听。 这些粉丝真是太疯狂了, 高然一肚子抱怨, 本来这就是分局的事情, 但是人太多, 分局警力不够, 请求支援, 为了怕闹出其他乱子, 局长亲自发话, 让他带队来这里。 好吧, 那我先进去看看, 里面什么情况? 霍绵往里走的时候, 手机响起, 霍绵姐, 祖宗, 你在哪呢? 霍绵路上给娘打了几个电话, 但是都没通, 也是很着急。 我被困在顶楼了, 根本不敢下去, 有的粉丝伪装患者, 都混进医院里来了, 怎么办, 我出不去了, 下午还有专访呢? 你来了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 霍绵也是无奈, 李主任说给我检查一下, 我没多想, 也不知道谁走漏了消息, 鹰子姐正发火呢, 跟李主任, 好吧, 你站着别动, 我马上来。 霍绵进去后, 换上白大褂, 护士长, 您可来了, 快去看看吧。 其实霍绵知道, 自己一个小小护士长, 没有本事能替医院出头, 虽然郭副院长出事后, 副院长的职位一直空着, 但是, 还是有很多可以出面的领导的, 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出面, 那只是因为不想承担责任。 毕竟这件事太轰动, 处理得好, 觉得你应该的, 处理不好, 肯定会被处分。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大家都会把霍绵推出去当炮灰, 因为他们觉得, 霍绵现在的身份太尊贵, 就算出了事, 吴院长看在秦总的面子上, 也不会责怪。 霍绵挺能理解他们的, 所以毫无怨言, 即便是被当炮灰了。 他上了顶楼之后, 就看见娘戴着口罩, 在催眠室里记得团团转。 霍绵姐, 你可来了, 怎么办, 还有一个小时, 专访就开始了, 我还没化妆, 没换衣服, 路程也得半小时到电视台啊, 怎么办, 是神话, 要是别的专访还能推, 可是神话的话, 是现场直播的, 之前广告都打出去了, 如果不去, 估计以后都不上不去了吧, 金兰可是很有原则的人, 你别着急, 我想想办法, 豁免也是为难住了, 时间紧迫, 那些粉丝特别厉害, 我穿成什么样, 都能认出来我, 就算是我男扮女装, 估计都能认出来, 现在医院门口那么多人, 估计就算是一只苍蝇, 都飞不出去吧。 迷洋有些懊悔, 要是上不了神话, 还真挺可惜的, 门外经纪人因自己, 和李主任喊着, 你们医院怎么做事的, 我都说了多少次, 这件事不能让人知道, 真是离谱, 现在居然全世界都要知道了, 告诉你们, 一旦尼养有什么负面新闻, 我一定告你们医院, 还有你这个主治医生, 李主任一把年纪了, 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 我们保密工作一直很好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也别着急, 有事大家一起商量, 怎么商量, 啊, 现在都要毒死我们的路了, 神话那个栏目, 半个月前就开始打广告, 说迷洋今天直播, 可是现在呢, 还有一小时了, 迷洋还没出医院门口呢, 我们不见自己的老人如此有留意的情况、 就 profile迷洋, 找几个月后, 给大家 Second人往尝试awl, 但人被编空 绫尔105直播放数是什么的事, 不 neighbors宝判。